也都不具备。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在我认为, 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不失,是叫我们不失给人,并不是叫人家不失给我。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寿,也认识佛,管活动讯息佛,管资讯颖,应及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听僧有话要说,十六说我的恩怨清是二人。 零一五,零四,二二,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不计愁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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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 让他照不到职业,没有人重用他。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你要懂得谈吐,你要能负责任,你要勤劳,你要忠诚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点都不具备,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但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佛陀仲仲一言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不欲,拜拜孝顺。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有时候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图说,位于风雨,长廊被侧知佛陀形化图佛陀至道立天为母说法。 外婆身教,温和慈悲,长感念平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六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里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经常物业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寄计不是子。 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他从小如宿,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 相夫教子,克勤克简,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他为人温和,幸好慈悲。 可以说他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即至我1989年回乡探亲,才知道他以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回到美国,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博名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木庆面。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 反而建一个纪念堂,把他的妻子里下秀华牌位供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 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博名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御学院。 两岸开放后,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宅十名镜湖,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元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兴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为了报答师父致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工养圣具。 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金钱不值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图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讲元气法,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要工人织布。 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公体。 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都是是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叹清后,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如雪凡院长元湛和陈慧庄介如本昌等老师,甚至同学志永建华初晨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有的唱游香港,有的愿去美国,甚至欧洲,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妙国长老师道法师,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资养过的法身会命,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同法力声。 我对大陆台湾,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图众,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愿设立滴水方,攻击一贩一面的简石,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惠给我的人,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仍敢念后来有一些人,对我所求不遂,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十字,1989年我回乡探亲后,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完成学业了,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性懒惰,几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你创建的期来四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于嫉妒,或基于思想不同,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我一介平僧,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那有什么能力,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 这种对我的仇恨漫漫,我也只有觉得,欲青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也有人对我批评,甚至辱骂,种种的吹毛羞丝,我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补报他的不足,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只有情仪,没有怨恨,只有尊重。 现在,像这许多的怨恨会苦,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调声是要批评毁谤的,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平僧也是人,虽然出家,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国民小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太太,千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此心,远离我的俗家父母,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就如经中所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需要天下的父母,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她儿子的父母。 C. 成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敬叹的夫妇,也是千方百计的期望我还俗,做他们的女婿。 这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我是多少的生奋斗,才有机会出家,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C. 虽然只是校学校长,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众义出到台湾? 待见人生杂志的编辑,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C.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C.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C.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C.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C. 我以为他们也是有一个讲棚,供给我讲说。 C. 哪里知道? C. 我去的时候,他们在一个石工市场调平的房间里。 C. 旁边是空铺,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C. 他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C. 让我在那里讲说,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C. 我当时一看,听想。 C. 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C. 我不入地狱。 C. 谁入地狱。 C. 但平僧不但是凡夫,也是凡身。 C.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教说道,实在不相宜。 C. 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 C.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C.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C. 是我无情呢? C.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意呢? C. 连姓胡言损迹也冒犯佛。 C. 后来也有不少次。 C.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C. 例如,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C.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C.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重青年。 C.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C.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C. 赶快磕头。 C.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C. 搞得我一头雾水。 C. 我也不认识他们。 C.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C.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C. 做我的儿女,不要说名分不该。 C. 该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C. 徒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C. 的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C. 但实际上, C.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C. 已住在山下几年。 C.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C.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泊。 C.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C. 把梁山伯住英台七世英元的民间小说。 C.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倒。 C. 对她,她不知道有损失。 C.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C.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C. 在台北部门寺。 C.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C.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C. 或者送一朵花来。 C. 我也觉得奇怪。 C.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C.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C.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佛文老师。 C. 因为精神异常。 C.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要我不必介意。 C. 但是有一次。 C.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C. 他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C. 端正我的衣服。 C.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C. 看到以后。 C. 想有这么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C.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C. 甚至于。 C.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C. 叫人务必拿给我。 C. 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 C. 在她。 C. 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C. 在我。 C.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C. 恩怨情是做修到你增上缘做一个出家人。 C. 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C.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C. 那时候在台湾。 C. 最怕有两顶帽子。 C.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C. 一顶是红色的。 C.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C. 一顶是黄色的。 C.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C.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C. 尤其对一个新年的出家人。 C. 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C. 当然。 C. 平僧也是人。 C. 我也有恩怨。 C. 我也有爱。 C. 只是有些误会。 C.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C. 早年在佛光山。 C. 有一个做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 C. 我要到课堂会课。 C. 经常会经过总机旁边。 C. 一两年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C. 但在经过的时候,他都起立向我问好。 C. 我因为会课时间匆促。 C. 也没有跟他有预言的接触。 C. 有一天突然在路上碰到了。 C. 我想。 C. 应该说一句给他欢喜的话。 C. 不觉就脱口而出你很漂亮啊。 C. 在我想。 C.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 C. 赞美她美丽漂亮。 C. 没有过几分钟。 C. 途中词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C.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C. 她说。 C. 的女孩去问她院长说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C. 词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C. 也不为她解释,就骂她不要三八。 C. 不要乱说。 C.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C.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C. 就这样。 C. 凭僧至今老以人生许多的过往。 C.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世情仇。 C. 但仇人我没有。 C.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C.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C.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C. 就改为恩怨情事。 C. 这一切一切,就如佛陀说的。 C.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逆增上缘达图说。 C. 位于风雨长廊北侧之佛陀情画图。 C.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母。 C. 佛光新闻201504。 C. 二二平僧有话要说。 C. 十六说我的恩怨情事。 C. 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C. 很注重二个问题。 C. 一个是往好处想。 C.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C.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C.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C. 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 C. 欢喜往坏处想。 C. 点点点。 C. 喜禅提升人生姿为星云大师胡周开讲。 禅与生活人间设计者又法胡周报导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C. 四月二十日下午,应邀在胡周大剧院唱谈禅与生活。 C. 听众反应热烈。 C. 一千三百个席位一票难求。 C. 大师亦开场集指出。 C. 佛编点点点。 C. 大师亦开场集指出。 C. 大师亦开场集领 Конечно, C. 大师亦开载了大厚。 C. 大师亦开场集资产7月1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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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和18与日本 해� happily. 上海多了一处学习慈悲喜舍展现转实力的人文空间。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已击守天中天。 佛光照点点点。 湖州白雀法华寺真身殿重建殿基星云大师观音化身谱应世间人图说星云大师与教界长老大德一同为白雀法华寺真身殿的重建洞土。 人间设计者新橙设人间设计者王普遇者江湖州报导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4月20日因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住时应可法师邀请为白雀山法华点点点。 平生有话要说十五说僧女休时的回忆作者开山星云大师在平生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只会办活动,只会见四秒,只会讲经说法,只会写一笔字,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但活动见四讲经说法不算修行吗?就是美点点点。 平生有话要说十四说我是一个垃圾红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生自靠平生以外,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现在又想起来,平生也是一个垃圾桶。所谓垃圾桶的意思,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接触的万仙群众,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靠是很少像点点点。 6月16日,2015年 和北幽居寺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星云大师4月16日与立小杰于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图佛光源美术总部4月16日上午,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星云大师义腾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也是点点点。 6月16日,2015年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4月16日上午,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作一庆位长老师会慈容法师会宽如长法师。 中又一庆位落树刚部与财血经应及礼宝宗文,图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点点点点。 7月17日,2015年 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亭僧受难济图说佛光祖庭大爵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尽就十年来的岁月。 年龄生死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知己是奇异,但也不值点点点。 6月16日,2015年 亭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自从弘年出家后,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侠在郊山时,偶尔客串店做主饭菜,大家都交口称赞,听僧感到自己对调点点点。 更多。 望战地狐狮授也认识佛,管星云大师佛,管人起佛光山开山记活动讯息对新消息。 调打磨展现活动佛观资讯经典的导览服务项目参访须之影音及下载区影音档案下再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 请编导蓝佛教百科全书看不尽的奥妙详细介绍 第114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寿也认识佛馆活动讯息佛馆资讯您应急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听僧有话要说 16 说我的恩怨心是2015-04-22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记仇 不记恩记坏 不记好记债 不记谢 记我 不记人 一个不替人设想的人 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 给人接受 报恩是富友人生说到 给人接受 青年人都想他 照不到职业 没有人重用他 可是 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 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 要能让人接受 你必须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谈吐 你要能负责任 你要勤劳 你要忠诚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 佛教的慈悲喜舍 你一点都不具备 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平僧非常提倡 报恩的人生 但我认为 报恩是富有 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 我也经常说 佛陀讲不失 是叫我们不失给人 并不是叫人家不失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 四重恩 父母恩众生 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 比父母恩更重要的 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我图众一言法师 在养母年老的时候 尽心不欲 拜拜 孝顺 在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 有时候 我叫她回去探望生母 她跟我说 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 对于生母 她生下我之后 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 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 生母养母 其实都有恩情 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图说 位于风雨 长廊北侧之佛陀形化 图佛陀至刀立天 为母说法 外婆身教温和慈悲 常感念平僧 感觉到最大的恩人 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 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又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 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 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 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 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 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 我的童年很少在你家和父母兄弟姐妹 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 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 经常物业梦会最怀念的人 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流亡氏 连名字都没有 日记不是子 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她从小如宿 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 相夫教子 克勤克简 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 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她为人温和 幸好慈悲 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 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 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即至我一九八九年回乡探青 才知道她以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 回到美国 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国名为外祖母舰一座小型塔木庆面 多年后 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她没有遵照我的托付 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 反而建一个纪念堂 把她的妻子里下秀华牌櫃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櫃立在旁边 我一看 当时忍不住回头 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国名的这种行为 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吧 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七侠御学院 两岸开放后 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 岳崖十名镜湖 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员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兴祖庭报答师长教育 恩为了报答师父是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公养圣具 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 金钱物质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 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西侠山清静之师长 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将缘起法 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有工人之布 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公体 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 都是是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 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 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 如雪凡院长袁战和陈慧庄介如本苍等老师 甚至同学志永献华出城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 有的唱游香港 有的愿去美国 甚至欧洲 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 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庙伯长老制道法师 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 滋养过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同法力生 我对大陆台湾 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 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 为我在他们住时的分别愿设立滴水方 供给遗散一面的简石 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 能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 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 仍敢念后来有一些人 对我所求不遂 或者我是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 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十字 一九八九年我回乡探亲后 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 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 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 完成学业了 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性懒惰 第四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 你创建的期来是二十年 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悔快 外人好或不好 或者基于基督 或基于思想不同 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 我一界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 那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 来帮助他们啊 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 我也只有觉得 欲青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 也有人对我批评 甚至辱骂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 只想到 我不知如何能补报他的不足 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 只有情谊 没有怨恨 只有尊重 现在 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 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批评毁谤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生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 平生也是人 虽然出家 对于爱恨也 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博明小学校长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天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 此心 远离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 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若要 就如经中所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他儿子的父母 虽承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和爱 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姓潘的夫妇 也是千方百计的期望我还俗 做他们的女婿 这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奋斗 才有机会出家 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虽然只是小学校长 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 众意出到台湾 待见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 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我以为她们也是有一个讲棚 供给我讲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 她们在一个十公式长条形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 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她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讲说 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 听想 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但平生不但是凡夫 也是凡身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教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意呢 异性胡言 孙己也冒犯佛教后来 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 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我的儿女 不要说明分不该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图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泊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大梁山 博注英台七世英人的民间小说 拿到山上来突然乱倒 对她 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讲座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让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她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马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叫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到你 增上缘做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 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新年的出家人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称 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坐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 我要到课堂会课 经常会经过总机行边 一两年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 她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课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她有预言的接触 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应该说一句给她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你很漂亮啊 但我想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 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 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僧至今老以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事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事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 逆增上缘达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 北侧之佛陀形化图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母 佛光新闻20150422平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情事 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 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 1月21日2015 喜禅提升人生姿 为星云大师胡周开奖 禅与生活人间社 记者又法胡周报导 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在结束 胡周博物馆 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4月20日下午 应邀在胡周大剧院唱谈 禅与生活 听众反映热烈 1300个席位一票难求 大师义开场集指出 佛点点点 4月21日2015年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建 正中华文化软实力人间社记者王浦玉上海 报导 上海星云文教馆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 4月18日接牌起用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 星云大师观音化身谱 应是尖人图说 星云大师与教界长老大德 一同为白雀法华寺真身变的重建动土电机 人间社记者新城社 人间社记者王浦玉 将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4月20日 因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住时 宁可法师邀请 为白雀山法华 点点点 4月21日 2015 平僧有话要说 15说 僧女修持的回忆 作者开山星云大师 在平僧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 我只会写文章 只会办活动 只会见四秒 只会讲经说法 只会写一笔字 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 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办活动 见四 讲经说法 不算修行 妈 就是美 点点点 5月20日 20月20日 2015 平僧有话要说 14说 我是一个垃圾 洪作者 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 平僧自靠 平僧以外 自己也觉得 是一个云水 僧 不过 现在又想起来 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 所谓垃圾桶的意思 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 接触的万仙群众 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是很少 像点点点 6月16日 2015 和北幽居寺佛首捐赠 星云大师会面 国家文物局局长 立小杰图说 星云大师4月16日 与立小杰于 北京大中寺部中 博物馆会面 文 图佛光园美术馆 总部4月16日 上午 在结束雨络部长的会见后 星云大师一航 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 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 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4月16日 上午大陆文化部落树刚 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作一序为长老师会慈容法师会宽如常法师 中又一序为落树刚部与裁写精英及礼宝宗文 图佛光园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 点点点 MORE APRIL 17TH 2015 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亭僧受难祭图说佛光祖庭大爵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尽有十年来的岁月 念林生寺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 知己是奇异但也不值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听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自从红年出家后 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 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侠在交山时 偶尔客串店做煮饭菜 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掉点点点MORE 望战地狐狗授业认识佛管星云大师佛管仁器佛光山开山祭活动讯息最新调旗 调达摩展 演活动佛管资讯景点导览服务项目参访区之影音集下载区影音档案下再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景点导览服务 GIC.org.tw sellash news underscore latest news underscore see dot aspsh news underscore reed equals 201,5041,114 佛光山,佛陀纪念管寿,也认识佛,管活动讯息佛,管资讯颖,应及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十六说我的恩怨清是二零一五零四二二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记债,不记责。 记我,不记人,一个不记人圣像的人,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 给人接受报恩是富友人生说道,给人接受。 新年人,新年人,都想他,照不到职业。 没有人重用他。 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 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 要能让人接受。 你必须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谈吐。 你要能负责任。 你要勤劳。 你要终成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 佛教的慈悲喜舍。 你一点都不具备。 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 在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佛陀仲仁义言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不欲。 拜拜孝顺。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 有时候,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 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图说,位于丰与长廊被侧知佛陀形化图佛陀至刀立天为母说法。 外婆身教温和慈悲常感念平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但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地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经常物业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日记不是子,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他从小如宿,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向夫教子,客情客见,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他为人温和,幸好慈悲。 可以说他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即至我一九八九年回乡探青,才知道他已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回到美国,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交给三帝国名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木庆面。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反而建一个纪念堂,把他的妻子里下秀华牌位终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 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扶救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国名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律学院。 两岸开放后,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崖十名镜湖,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元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兴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 为了报答师父致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工养胜剧。 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金钱不值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 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讲元气法。 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要工人之布。 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工体。 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 都是市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 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如雪凡愿掌元战和陈慧庄介如本苍等老师。 甚至同学志永建华初晨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 有的唱游香港,有的愿去美国,甚至欧洲。 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妙伯长老制道法师。 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 资养过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同法力生。 我对大陆台湾, 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 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途中, 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愿设立滴水方。 供给一半一面的简石。 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 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 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仍敢念后来有一些人, 对我所求不遂, 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 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十字。 一九八九年我回乡探亲后。 你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 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 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 完成学业了。 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性懒惰。 即是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 你创建的期来死二十年, 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 或者基于嫉妒, 或基于思想不同, 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 我一切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 那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 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 我也只有觉得, 欲亲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 多少年来, 也有人对我批评, 甚至辱骂, 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 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 只想到, 我不知如何能补报它的不足, 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 只有情谊, 没有怨恨, 只有尊重。 现在, 像这许多的怨僧会苦。 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批评毁谤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平僧也是人, 虽然出家, 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博明小学校长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千方百计地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歌爱慈心, 远离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 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若要, 就如经中所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个 关心我爱我做他儿子的父母。 C.承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 也只有姑父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姓潘的夫妇, 也是千方百计的期望我还俗, 做他们的女婿。 这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奋斗, 才有机会出家, 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虽然只是小学校长, 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 尊重义出道台湾。 呆愿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 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理性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我以为她们也是有一个讲棚, 供给我讲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 她们在一个石工食堂小型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 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她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讲说, 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 听想, 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但平生不但是凡夫, 也是凡身。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教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地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意呢? 异姓胡言孙己也冒犯佛。 我叫后来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我的儿女, 不要说名分不该, 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徒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播,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把梁山伯住英台七世英人的民间小说,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道。 对她,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让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他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马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漂流在浦门寺。 要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 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道, 你增上圆做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 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 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称, 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做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 。 我要到课堂会课, 经常会经过总机行边。 一两年来, 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 他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课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他有预言的接触。 有一天, 忽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 应该说一句给他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你很漂亮啊。 在我想,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赞美她美丽漂亮。 没有过几分钟, 徒众慈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她说, 个女孩去问她院长说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慈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僧至今老义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世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 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事。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密增上缘达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北侧之佛陀行画图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母。 佛光新闻二零一五、零四。 二二平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情事。 是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望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是行,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喜禅提升人生滋味星云大师胡周开讲。 禅与生活人间社记者又法。 胡周报道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四月二十日下午。 应邀在胡周大剧院唱《禅与生活》。 听众反映热烈。 一千三百个席位一票难求。 大师亦开场席指出。 佛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建正中华文化阮实力人间社记者王浦玉上海。 报道上海星云文教馆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 四月十八日接牌启用。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慈悲喜舍展现软实力的人文空间。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以基首天中天。 佛光照点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佛withersky 佛琷 佛 壬 爪 他們 被 有 摇 兰 动土电机 人间设计者新橙设 人间设计者王普 遇着江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 4月20日 因湖州市政府 湖州法华寺住时 应可法师邀请 为白雀山法华 点点点 平僧有话要说 十五说 僧侣修持的回忆 作者开山 星云大师 在平僧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 我只会写文章 只会办活动 只会见四秒 只会讲经说法 只会写一笔字 只会接待高官 显赫人士 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 但活动见四 讲经说法 不算修行 就是没 点点点 平僧有话要说 十四说 我是一个垃圾桶 作者佛光 山开山 星云大师 平僧 自靠平僧以外 自己也觉得 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 现在又想起来 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 所谓垃圾桶的意思 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 接触的万仙寻众 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是很少向点点点 MOREApril 16th 2015 和北幽居四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 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星云大师4月16日与立小杰于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图佛光源美术馆总部4月16日上午 在结束与洛部长的会见后 星云大师一行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 MOREApril 16th 2015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纲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4月16日上午 大陆文化部落树纲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左一序位长老师会慈容法师会宽如长法师 中右一序位落树纲部与裁写京英极礼宝宗文 徒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纲部长点点点 MOREApril 17th 2015 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亭僧受难济图说佛光祖庭大觉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静就十年来的岁月 念临生寺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知己是奇异但也不值点点点 MOREApril 16th 2015 平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自从红年出家后 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 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侠在交山时 偶尔客串店做主饭菜 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掉点点点MOREApril 16th 2015 开山祭活动讯息最新消息 乔达摩展现活动佛观资讯 经点导览服务项目 参访需知影音集下载区影音档案下载联络 我们加入粉丝团经点导览 导览服务项百科全书 看不尽的奥妙 详细介绍 www.httpuellement.boughttgspc.org.tw www.fgsbnc.org.tw www.fg sbsbnc.org.tw sw americannews spirit cd.aspshnews-it equals 201,504,114 佛光山,佛陀祭念館首頁,認識佛館活動訊息佛館資訊影音及下載區聯絡我們加入粉絲團最新消息選擇新聞分類 廷僧有話要說,16說我的恩怨清是201504,22,作者佛光山開山清雲大師廷僧近年來和青年人講話 很注重二個問題,一個是往好處想,一個是要能給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貴人 因為現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件事情,他都不往好處想,歡喜往壞處想 例如替仇,不替恩替壞,不替好替債,不替借,替我,不替人,一個不替人設想的人 又怎麽能和雲雲眾生去相處呢?給人接受報恩是富友人生說道,給人接受 青年人,青年人都想他,照不到職業,沒有人重用他 可是,你會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麽條件嗎?要能讓人接受 你必須要有禮貌,你要懂得貪圖,你要能負責任,你要勤勞,你要忠誠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義,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點都不具備 又怎麽能讓人接受呢?平僧非常提倡報恩的人生 但我認為,報恩是富有,望人家給予是貧窮 所以,我也經常說,佛陀講不施,是叫我們不施給人,並不是叫人家不施給我 說起佛教,講得上報四重恩,父母恩眾生,恩佛家恩,三保恩 其實這當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還有一些另類的人物 佛陀仲仲依言法師,在養母年老的時候,敬心不欲,敗敗孝順 但生母離她住時的寺院不遠,有時候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說我對於養母有感恩之情 對於生母,她生下我之後,就把我送給別人了 因為沒有感情,所以不感覺需要對她有教養的義務 可見,生母養母,其實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孩是有分別 徒說,位於風雨,長廊被側知佛陀情話 徒佛陀至刀立天為母說法 外婆身教,溫和慈悲常感念平僧,感覺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許多的兒孫,犯不著對一個外孫有那麼多的關懷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護下,慢慢成長的 她經常帶我外出,參加一些佛堂的集會 早晨,她把原田裡生長的青菜蘿蔔拿到市場賣了以後 帶回來熱騰騰的燒餅油條,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你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為命的時間比較長 出家以後,經常物業夢回最懷念的人 應該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劉王氏,連名字都沒有 自己不是子 但會背誦阿彌陀經和金剛經 她從小如宿,十八歲嫁給我的外公劉文嫂 為劉家建了四合院的畫房,也買了一些土地田園 她為人溫和,幸好慈悲,可以說她的身教影響我最多 在台灣數十年不能回去大陸 心中所掛念的當然是母親和家人 但更擔憂的是 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極致我1989年回鄉探青 才知道她以往生多年了 大恩無從報答 回到美國 極刻籌錯了兩千美元 交給三帝國名為外祖母劍一座小型塔幕紀念 多年後,等到我第二次回鄉 她沒有遵照我的托付為外祖母建一個寶塔 反而建一個紀念堂 把她的妻子裡下秀華牌位供在中間 外祖母只是一個小牌位立在旁邊 我一看,當時忍不住回頭,立刻扶救而去 至今對於三帝國名的這種行為 耿耿於懷,不能諒解 這也是廷僧的恩怨分明法 對於廷僧參學的母院西俠御學院 兩岸開放後 兩岸開放後 我為西俠山他們 捐建十一間樓 月宅十明鏡湖 甚至山門 這些都經過我的老師雪凡和上緣 戰法師之手 也不知道他們對於我這許多想回報的恩惠 有報答了梅復興祖庭報答師長教育恩 為了報答師父是開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疑興復興祖庭大爵寺 成蒙海內外信徒公養聖劇 也不知道多少應該有上億的人民比了 不過,金錢不值並不能表達報答別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 是在心靈的深處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錢 也不能報答別人如山之高 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說大師於西俠山清淨之師長 做二位置開上人 佛教向元起法 我們師散要農夫眾天 我們穿衣 有工人之布 我們的日用 需要商人公體 可以說 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間 都是是農工商所有大眾師與我的恩惠 不然 我個人又怎麼能獨自存在呢 1989年回鄉探親後 對於四五十年前打我罵我的老師 有的雖然高零七八十歲了 為了感謝他們的教導之恩 如雪凡 院長袁 和陳慧 莊介 如本昌等老師 甚至同學 至永憲華出塵等 我都多次請他們出國旅行 有的唱由香港 有的願去美國 甚至歐洲 讓他們觀看世界之大 也讓我報答他們當初的教育大恩 當然 對國有恩的人不止於此 向廟國長老指導法師 以及台灣不止萬千的信者 滋養過的法身會命 讓我有緣分在世界上 紅法力聲 我對大陸台灣 甚至世界各地有緣人的這許多恩情 不知如何報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圖眾 為我在他們住持的分別願 設立滴水方 供給一半一面的堅持 讓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 用權以報的意義 施恩會給我的人 當然不一定是在金錢物質上的給予 像七峽綠學院的那許多老師給我的大罵 我都認為他們是慈悲的心長霹靂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對辱罵內心無恨仍感念 後來有一些人 對我所求不遂 或者我實在無力應付而懷恨記仇的人 也不能說為數 沒有 像我有一個石子 1989年我回鄉探親後 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國去 我都想要滿新年的願望 好不容易讓他去了 又要求我幫他付學費 完成學業了 又要我幫他買房找職業 但是他生性懶惰 幾次實在無法滿其所求 後來他跟我說 你創建的期來死二十年 我可以二天就讓他毀壞 外人好或不好 或者基於基督 或基於思想不同 這倒也罷了 對於家人親有這種無理的所求 我一切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對家族做什麼個人 那有什麼能力 我不能拿三寶佛們的錢來幫助他們吧 這種對我的仇恨謾罵 我也只有覺得 欲欽的人都是冤家債主吧 所以多少年來也有人對我批評 甚至辱罵種種的吹毛求斯 我仍然是感念於心 我真實的沒有一點恨意 只想到 我不知如何能補報他的不足 讓我們之間沒有對立 只有情依 沒有怨恨 只有尊重 現在 像這許多的怨憎會苦 我也不會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謠聲是要批評毀棒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對他們的一點貢獻吧 以上這些恩怨都還容易數 對於人間的情愛實在就不是能講得清楚了 拒絕情愛天下男女為父母 平僧也是人 雖然出家 對於愛恨也 還是非常的有體會 記得我 記得我在做博明小學校長的時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天方百計的要我做她的乾兒子 一子 但是我絕對不能 我能可以割愛此心 遠離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麼能在為僧之後 又讓別人做父母呢 若要 就如經中所說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個 關心我 愛我 做她 兒子的父母 C 承蒙他們 對我 重重的 關懷 厚愛 也只有 辜負他們 的盛情了 還有 一對 性癱的夫婦 也是 千方百計的 希望我 還俗 做他們 的女婿 這個可以說 更加的辦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奮鬥 才有機會出家 才有機會 在這裡能擔任校長 雖然只是校學校長 我又怎麼能 可以捨棄佛教的恩情 眾議出到台灣 擔任人生雜誌的編輯 因為台灣那時候 還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雜誌 讓人閱讀 很容易引起社會的注意 因此 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員工 邀請我到她們的地方去說法 我那個時候也覺得紅髮重要 因此 因此 就承認她 前往 我 剛剛 剛才在 立信會計 學校 講過以後 我 以為 他們 也是有 一個 講堂 供給我 講說 哪裡 知道 我去的時候 她們 她們在一個十公尺 長條屏的房間裡 旁邊是空鋪 應該是女生的宿舍 她們把空鋪整理得非常清潔 讓我在那裡講說 參與的全部都是二十多歲的女性 我當時一看 聽想 地藏菩薩為了度眾生 我 不入地獄 誰 入地獄 但 屏風 不但是凡夫 也是 凡身 在 這樣 女性的 唱和裡 傳教說道 實在 不相 疑 所以 我 簡單的 講說 連 姓名也 沒有 再 問 從此 就沒有 再來 往了 是我 無情呢 還是 我 應該 對人間 流 有一些 情義呢 異性 胡言 孫己 也 冒犯佛 教後 來 也有 不少 次 都是 精神 失常 的 中年 女性 給予我 一些 困擾 例如 有一天 下午 在佛光山 大雄 寶殿前 忽然 有一個 五六十 歲的 女人 帶來 兩位 身高 不比我 矮的 男眾 青年 叫他們 走到我 前面 跟他們說 這是 你們的 爸爸 趕快 磕頭 那 兩個 男生 竟也 真的 向我 跪拜 搞得 我 一頭霧水 我也 不認識 他們 他們 做我的 兄弟 都可以 我那時候 也才 四十歲 做過的 兒女 不要說 名分 不 該 就是年齡 也不相 秤 圖說 佛光山 大雄 寶殿 這 女性 在外表 看起來 非常正常 但實際上 大家都說 她 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幾年 後來 並 沒有 對我 構成很大的 干擾 威脅 只是 不斷在外面 散泊 說 她和 我是 七世的 夫妻 把 梁山 博住 英台 七世英人的 民間 小說 拿到山 上來 胡言 亂倒 對她 她 不知道 有損失 對我 個人 損失 是小 可是 對 佛教 不該 這麼冒犯 在台北部門寺 每逢 我在台上 講說 佛法 的時候 總 有一位 非常有氣質的 中年 女性 要送 一杯茶 或者 送 一朵花 來 我也覺得 奇怪 平常 在 普門寺 裡 也 沒 見過 這一個人 為什麼 想做 的時候 都會 出現 後來 聽說 她是 一個中學的 博文 老師 因為 精神異常 有一些 不 正常的 行動 要我 不必介意 但是 有一次 我和 慈慧法師 等人 在樓下 等電梯 她 跑 上前來 就幫我 拉 衣 端正 我的衣服 旁邊 還有 好多 男士 不知 何處的 客人 看到 以後 想 有 這馬 一位 賢慧的 女士 對我 這麼照顧 實在 叫我 有口 也難以說明 甚至於 她 也寫有 字條 留在 浦門寺 叫人 務必 拿給我 上面 寫著 我 一定 摘下天上的 那朵 雲 在她 是如詩如話的 感受 在我 覺得 她 不該有 這樣的 騷擾 恩怨情 是 做修到 你 增上 人 做一個 出家人 尤其 要 在社會 從事人間 佛教的 宣揚 每天 跟 很多人 來往 那時候 在台灣 最怕 有 兩頂 帽子 給你 戴上了 就非常的 嚴重 一頂 是 紅色的 也就是 有 共產黨的嫌疑 一頂 是 黃色的 也就是 現代人 所謂的 小二 小三 這 對一個 出家人 人 而言 是 嚴重的 打擊 尤其 對 一個 青年 的 出家人 是 非常 不利的 行為 當然 平僧也是 人 我也 有 恩怨 我也 有 愛 稱 只是 有些 誤會 都叫人 非常的 難 看 早 年 在 佛光山 有 一個 做電話接 現生的 十五六 歲 小女孩 我要到 課堂 會課 經常會 經過 總機行 邊 一兩年來 沒有 跟她 說過 一句話 但在 經過的時候 她 都 起力 你向我 問好 我 因為 會課 時間 衝促 也沒有 跟她 有 語言的 接觸 有一天 忽然 在路上 碰到了 我想 應該說 一句 給她 歡喜的話 不覺 就脫口 而出 你很 漂亮啊 在我想 一個 女孩子 總歡喜人家 讚美她 美麗 漂亮 沒有 過幾分鐘 圖中 慈家 法師 就來 告訴我 那個時候 我是 佛學院的 院長 她說 這 女孩 去問她 院長說 我漂亮 是什麼意思 慈家 法師 是一個 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為她 解釋 就罵她 不要三八 不要 亂說 像這 許多 三八 亂說 我 又有什麼 辦法呢 就這樣 平 僧至今 老 以人生 許多的 過往 都離開 不了 過去的 往世 情仇 但仇人 我 沒有 或者別人 對我有 仇 我 對別人 也沒有仇 因此 不敢說 恩怨情仇 就 改為 恩怨情 事 這一切 一切 就如佛陀說的 都當作是 我們修道上的 逆增 上元 達圖說 位於風雨 長廊 北側之佛陀 形化圖 佛陀教導目 間聯 如何 舊母 佛光 新聞 2015 04 22 庭僧 有話要說 16說 我的恩怨情是 作者佛 光山開山 星雲 大師 庭僧 近年來 和青年人 講話 很 注重 二個問題 一個是 往好處 想 一個是 要能 給 人 接受 自己 要做 自己的 鬼人 因為 現在的人 想法 很 奇怪 凡是 一切事情 他 都不 往好處 想 歡喜 往壞處 想 點點點 MORE APRIL 21 2015 喜禪 提升 人 升 滋味 星雲大師 胡周開獎 禪與生活人間社 記者 又法 胡周 報道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 在結束 胡周博物館 一筆字書法開幕後 四月二十日下午 應邀在湖州大劇院唱 韓禪與生活 聽眾反應熱烈 一千三百個席位一票難求 大師 一開唱集指出 佛 點點點 MORE APRIL 21 2015 上海星雲文教館接牌劍 正中華文化卵十利人間社記者王普 於上海報道上海星雲文教館 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上海辦事處 四月十八日接牌啟動 讓上海多了一處學習慈悲喜舍展現轉實力的人文空間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以機首篇中篇 毫光照點點點 MORE APRIL 21 2015 胡 周 白 雀 法 華 似 真 身 殿 重建 殿基 星雲 大師 觀 音 化 身 虎 應 世 間 人 圖 說 星雲 大師 與 教 界 長 老 大 德 一同為 白 雀 法 華 似 真 身 殿 的 重建 洞 土 殿基 人間 設計 者 新 殿 射 人間 設計 者 王 普 喻 者 江 湖 州 報 道 佛光 山 開 山 新 雲 大師 四 月 二 十 日 因 湖 州 市 政府 湖 州 法 華 寺 住 時 應 可 法 師 邀 請 為 白 雀 山 法 華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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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僧 有 話 要 說 十 五 說 僧 旅 修 持 的 回憶 作 者 開 山 新 雲 大師 在 平 僧 的 生 命 中 一般 人 都 以為 我 只 會 寫 文 章 只 會 辦 活 動 只 會 見 似 鳥 只 會 講 經 說 法 只 會 寫 一 笔 字 只 會 接 代 高 官 顯 赫 人 事 只 會 出 國 旅 行 但 這些 但 活 動 見 似 講 經 說 法 不 算 修 行 嗎 就是 美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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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僧 有 話 要 說 十 四 說 我 是 一個 垃 色 哄 作 者 佛 光 山 開 山 新 雲 大師 平 僧 自 號 平 僧 以 外 自己 也 覺得 是 一個 雲 水 僧 不 過 現在 又 想 起 來 平 僧 也是 一個 垃 色 桶 所 謂 垃 色 桶 的 意思 就是 在 我 的 異 生 當 中 接 觸 的 萬 仙 群 眾 尤其 是 信 途 和 出 家 弟 子 號 是 橫 少 像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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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節 圖 說 星 雲 大師 四 月 十 六 日 與 立 小 節 於 北 京 大 中 寺 部 中 博 物 館 會 免 文 圖 佛 光 園 美 術 館 總 部 四 月 十 六 日 上 午 在 結 束 羽 洛 部 長 的 會 見 後 星 雲 大師 逆 橫 隨 即 前 往 北 京 大 中 寺 部 中 博 物 館 與 文 化 部 副 部 長 同 時 也是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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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大 陸 文 化 部 洛 樹 剛 部 長 會 見 星 雲 大 師 圖 說 四 月 十 六 日 上 午 大 陸 文 化 部 洛 樹 剛 部 長 與 佛 光 山 開 山 星 雲 大 師 會 見 中 左 依 序 位 長 老 慈 慧 慈 慈 容 法 師 會 寬 如 常 法 師 會 寬 如 常 法 師 台 寫 京 英 極 禮 寶 宗 文 圖 佛 光 圓 美 術 館 總 部 中 博 大 陸 文 化 部 洛 樹 剛 部 長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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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佛 光 山 開 山 星 雲 大 師 平 僧 敬 就 十 年 來 的 歲 月 念 林 生 寺 的 邊 源 從 鬼 門 關 又 走 回 來 也 不知道 走 多少 次 了 有 些 也 不 值 得 去 說 比 方 說 掉 進 冰 窟 還 能 自 我 爬 起 來 知 幾 事 奇 異 但 也 不 值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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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僧 有 話 要 說 十 二 說 我 怎 樣 走 上 國 際 的 道 路 作 者 佛 光 山 開 山 星 雲 大 師 平 僧 自 從 紅 年 出 家 後 自 覺 沒有 什麼 好的 因 緣 培 養 自己 的 賢 徒 最 早 的 志 願 只 想 在 佛 門 裡 做 一 名 飯 頭 僧 因為 在 西 霞 在 郊 山 時 偶 爾 客 串 店 做 煮 飯 菜 大家都 交 口 稱 讚 聽 僧 感 到 自己 對 掉 點 點 點 摩爾 望 戰 地 弧 首 夜 認 釋 佛 管 星 雲 大 師 佛 管 人 起 佛 光 山 開 山 祭 活 動 訊 息 最 新 消 奇 喬 達 摩 展 夜 活 動 佛 管 資 訊 景 點 導 欄 服 物 項 目 參 訪 居 知 影 音 集 下 載 曲 影 音 集 下 載 曲 影 音 檔案 想 再 聯 落 我們 加入 粉絲 團 景 點 導 欄 佛 教 百科 玄 書 看 不 盡 的 奧 妙 詳 細 介 少 www.fgsbmc.org.tw slash news underscore latest news underscore c dot aspsh news underscore it equals 201,504,114 佛 光 山 佛 陀 祭 念 管 兽 也 認 識 佛 管 活 動 訊 息 佛 管 資 訊 影 音 集 下 載 區 聯 落 我們 加入 粉絲 團 最 新 消 啟 選 擇 新聞 分 類 聽 僧 有 話 要 說 十六 說 我 的 恩 怨 情 是 2015,04,22 作 者 佛 光 山 開 山 清 雲 大 師 庭 僧 近 年 來 和 青 年 人 講 話 很 注重 二 個 問題 一個 是 往 好 處 想 一個 是 要 能 給 人 接 手 自己 要 做 自己 的 貴 人 因為 現在 的 人 想 法 很 奇怪 凡 是 一 切 事情 他 都 不 往 好 處 想 歡 喜 往 壞 處 想 例 如 替 仇 不 替 恩 替 壞 不 替 好 替 債 不 替 借 替 我 不 替 人 一個 不 替 人 盛 象 的 人 又 怎麼 能 和 云 云 眾 生 去 相 處 呢? 給 人 接 手 報 恩 是 富 有 人 生 說 道 給 人 接 手 青 年 人 都 想 它 照 不 到 職 業 沒有 人 重 用 它 可是 你 會 想 到 要 人 家 接 手 你 你 需要 有 什麼 條 件 嗎? 要 能 讓 人 接 手 你 必 須 要 有 禮 貌 你要 懂 得 殘 土 你要 能 負 責 任 你要 勤 勞 你要 忠 成 手 法 儒 家 的 忠 孝 仁 義 佛 教 的 慈 悲 喜 舍 你 一點 都 不 具 備 又 怎麼 能 讓 人 接 手 呢? 他 平 僧 非常 提 倡 報 恩 的 人 生 但 我 認 為 報 恩 是 富 有 望 人 家 給 予 是 貧 窮 所以 我 也 經 常 說 佛 陀 講 布 師 是 叫 我們 布 師 給 人 並 不是 叫 人 家 布 師 給 我 說 起 佛 教 講 的 上 報 四 重 恩 父 母 恩 眾 生 恩 國 家 恩 三 保 恩 其實 這 當 中 比 父 母 恩 更 重要 的 還有 一 些 另 類 的 人 物 歐 徒 眾 依 眼 法 師 在 養 母 年 老 的 時候 盡 心 補 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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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母 離 她 住 持 的 寺 院 不 遠 有 時候 我 叫 她 回去 盼 望 生 母 她 跟 我 說 我 對 於 養 母 有 感 恩 之 情 對 於 生 母 她 生 下 我 之後 就 把 我 送 給 別 人 了 因為 沒有 感 情 所以 不 感覺 需要 對 她 有 效 養 的 義 物 可 見 生 母 養 母 其實 都有 恩 情 只是 恩 情 的 大 小 孩 是 有 分 別 圖 說 位 於 風 雨 長 郎 得 策 知 佛 陀 情 化 圖 佛 陀 至 刀 立 天 為 母 說 法 外 國 身 教 溫 和 慈 悲 常 感 念 平 僧 感覺 到 最 大 的 恩 人 就是 外 祖 母 她 有 許 多 的 兒 孫 犯 不 著 對 一個 外 孫 有 那 麽 多 的 關 懷 但 我 六 年 是 在 外 祖 母 的 呵 護 下 慢慢 成 長 的 她 經 常 帶 我 外 出 參 家 一 些 佛 堂 的 集 會 早 晨 她 把 原 田 底 生 長 的 青 菜 蘿 卜 拿 到 市 場 賣 了 以 後 帶 回 來 熱 橫 橫 的 燒 餅 油 瓢 就 叫 我 起 床 用 早 餐 所以 我 的 童 年 很 少 在 底 家 和 父 母 兄 弟 姐 妹 共 同 生活 反 而 和 我 的 外 祖 母 相 依 為 命 的 時間 比較 長 出 家 以 後 經 常 物 葉 夢 回 最 懷 念 的 人 應該 又 是 外 祖 母 了 外 祖 母 劉 王 氏 連 名 字 都 沒有 有 預 計 不是 子 但 會 背 送 阿 彌 陀 經 和 金 鋼 經 他 從 小 如 宿 十 八 歲 嫁 給 我 的 外 公 劉 文 嫂 相 夫 教 子 克 琴 克 簡 持 家 利 業 為 劉 家 建 了 四 和 院 的 化 房 也 買 了 一 些 土 地 田 園 他 為 人 溫 和 幸 好 慈 悲 可以 說 他的 身 教 影 想 我 最 多 在 台灣 數 十 年 不 能 回 去 大 陸 心 中 所 掛 念 的 當然 是 母 卿 和 家 人 但 更 擔 憂 的 是 外 祖 母 年 老 了 不 知 如何 生活 即 至 我 一 九 八 九 年 回 鄉 探 清 才 知道 他 以 往 生 多 年 了 大 恩 無 從 報 達 回 到 美 博 即 刻 籌 措 了 兩 千 美元 交 給 三 弟 博 名 為 外 祖 母 建 一 座 小 型 塔 木 紀 念 多 年 後 等 到 我 第二 次 回 鄉 他 沒有 遵 照 我 的 托 付 為 外 祖 母 建 一個 寶 塔 反 而 建 一個 紀 念 堂 把 她 的 妻 子 裏 下 繡 滑 牌 位 封 在 中 間 外 祖 母 只是 一個 小 牌 位 立 在 旁 邊 我 一 看 當 時 忍 不 住 回 頭 立 刻 伏 秀 而 去 至 今 對 於 三 弟 博 名 的 這 種 行 為 耿 耿 耿 於 懷 不 能 諒 解 這 也是 平 僧 的 恩 怨 分 明 法 對 於 平 僧 參 學 的 母 院 西 霞 律 學 院 兩 岸 開 放 後 我 為 西 霞 山 他們 捐 建 十 一 間 樓 月 崖 石 明 靖 湖 甚 至 山 門 這些 都 經 過 我 的 老師 雪 凡 和 上 緣 戰 法 師 之 手 也 不知道 他們 對 於 我 這 許 多 想 回 報 的 恩 惠 有 報 達 了 梅 復 興 祖 庭 報 達 師 掌 教 育 恩 為 了 報 達 師 父 誓 開 上 人 的 恩 情 我 回 到 宜 興 復 興 祖 庭 大 爵 寺 成 蒙 海 內 外 性 徒 公 養 慎 聚 也 不知道 多少 應該 有 上 億 的 人民 比 了 不過 金錢 不 值 並 不 能 表 達 報 達 別 人 的 恩 惠 最 主 要 的 是 在 心 靈 的 深 處 要 感 受 到 再 多 的 金錢 也 不 能 報 達 別 人 如 山 之 高 如 海 之 深 的 大 恩 啊 徒 說 大 師 於 七 霞 山 清 敬 之 師 掌 做 二 位 至 開 上 人 佛 教 降 元 起 法 我們 師 散 要 農 夫 種 天 我們 穿 衣 有 工 人 之 布 我們 的 日 用 需要 商 人 公 體 可以 說 我 能 生 存 在 天 地 之 間 都是 事 農 工 商 所有 大 眾 師 與 我 的 恩 惠 不 然 我 個人 又 怎麼 能 獨 自 存 在 呢? 1989 年 回 鄉 探 清 後 對 於 四 五 十 年前 打 我 罵 我 的 老師 有 的 雖 然 高 零 七 八 十 歲 了 為 了 感謝 他們 的 教 導 之 恩 如 雪 凡 院 掌 元 戰 和 陳 惠 莊 介 如 本 倉 等 老師 甚 至 同 學 志 永 憲 華 初 辰 等 我 都 多 次 請 他們 出 國 旅 行 有 的 唱 遊 香港 有 的 願 去 美 國 甚 至 歐 洲 讓 他們 觀 看 世界 之 大 也 讓 我 報 達 他們 當 初 的 教 育 大 恩 當然 對 我 有 恩 的 人 不 止 於 此 像 廟 國 長 老 制 道 法 師 以及 臺灣 不 止 萬 千 的 信 者 滋養 我 的 法 身 會 命 讓 我 有 緣 份 在 世界 上 紅 法 力 聲 我 對 大 陸 臺灣 甚 至 世界 各 地 有 緣 人 的 這 許 多 恩 情 不 知 如何 報 達 所以 希望 全 世界 的 途 眾 為 我 在 他們 注 持 的 分 別 願 設 立 滴 水 方 供 給 一 半 一 面 的 減 食 讓 平 僧 也 能 可 以 感 受 到 滴 水 之 恩 能 用 全 以 抱 的 意 意 施 恩 會 給 我 的 人 當然 不 一定 是 在 金 錢 物 質 上 的 給 予 像 七 俠 律 學 院 的 那 許 多 老師 給 我 的 大 罵 我 都 認 為 他們 是 慈 悲 的 心 常 霹 力 手段 的 教 法 都 值 得 我 感 念 面 對 辱 罵 內 心 無 恨 仍 感 念 後 來 有 一 些 人 對 我 所 求 不 罪 或者 我 實 在 無 力 應 腐 而 懷 恨 記 仇 的 人 也 不 能 說 為 數 沒有 像 我 有 一個 十 子 一 九 八 九 年 我 回 鄉 探 清 後 一 再 表示 想 要 到 美 國 去 我 都 想 要 滿 青 年 的 願 望 好 不 容易 讓 他 去 了 又 要 求 我 幫 他 付 學 費 完成 學 業 了 又 要 我 幫 他 買 房 找 職 業 但是 他 生 性 懶 惰 幾 次 實 在 無 法 滿 其 所 求 後 來 他 跟 我 說 你 創 建 的 期 來 死 二 十 年 我 可 以 二 天 就 讓 他 毀 壞 外 人 好 或 不好 或者 基 於 基 度 或 基 於 思 想 不 同 這 倒 也 罢 了 對 於 家 人 輕 有 這種 無 理 的 所 求 我 一 界 平 僧 所有 的 一 切 都是 佛 教 的 師 方 的 叫 我 對 家 族 做 什麼 個人 那 有 什麼 能 力 所以 我 不 能 拿 三 包 佛 們 的 錢 來 幫 住 他們 吧 這種 對 我 的 仇恨 謾 罵 我也 只有 覺得 欲 欽 的 人 都是 冤 家 債 主 吧 所以 多少 年 來 也 有 人 對 我 批 評 甚 至 辱 罵 種 種 的 吹 毛 求 詩 我 仍 然 是 感 念 於 心 我 真 實 的 沒有 一 點 恨 意 只 想 到 我不 知 如何 能 補 報 它的 不 足 讓 我們 之 間 沒有 對 力 只有 情 儀 沒有 怨 恨 只有 尊 重 現在 像 這 許 多 的 怨 僧 會 苦 我也 不 會 太 把它 放 在 心 上 要 造 謠 聲 是 要 批 評 毀 棒 的 只 要 能 消 除 你 的 怨 恨 也 算 評 僧 對 他們 的 一 點 貢 獻 罷 以上 這些 恩 怨 都 還 容易 數 對 於 人 間 的 情 愛 實 在 就 不是 能 講 的 清楚 了 拒 決 情 愛 天 下 男 女 為 父 母 貧 僧 僧 也是 人 雖 然 出 家 對 於 愛 恨 也 還是 非常 的 有 體 惠 記得 我 在 做 國 明 小 學 校 長 的 時候 就 有 一 位 老 太 太 天 方 百 季 的 要 我 做 她 的 甘 兒 子 一 子 但是 我 絕 對 不 能 我 能 可 以 歌 愛 慈 心 遠 離 我 的 俗 家 父 母 我 怎麼 能 在 為 僧 之後 又 讓 別 人 做 父 母 呢 若 要 就 如 經 中 所 說 一 切 男 子 是 我 父 一 切 女 子 是 我 母 我 需要 天 下 的 父 母 不 需要 一個 關 親 我 愛 我 做 她 兒 子 的 父 母 C 承 蒙 他們 對 我 重 重 的 關 懷 厚 愛 也 只有 辜 父 他們 的 盛 情 了 還有 一 對 姓 潘 的 夫 婦 也是 千 方 百 季 的 期 望 我 還 俗 做 他們 的 女 婿 這 可以 說 更 加 的 辦 不 道 了 我是 多少 的 生 奋 鬥 才 有 機會 出 家 才 有 機會 在 這裡 能 擔 任 校 長 雖 然 只是 校 學 校 長 我 又 怎麼 能 可 以 捨 棄 佛 教 的 恩 情 眾 意 出 到 臺 灣 待 見 人 生 雜 志 的 編輯 因為 臺 灣 那 時 後 還是 文 化 的 沙 漠 佛 教 能 有 一 份 雜 志 讓 人 閱 讀 很 容易 引 起 社 會 的 注意 因 此 有 一 位 工程 的 女 姓 員 工 邀 請 我 到 她 門 的 地方 去 說 法 我 那 個 時候 也 覺得 紅 法 重要 因 此 就 承 任 她 前 旺 我 剛 剛 才 在 立 性 會 計 學 校 講 過 以 後 我 以 為 他們 也是 有 一個 講 棚 公 給 我 講 說 哪 里 知道 我 去 的 時候 他們 在 一個 十 公 式 長 條 平 的 房 間 裡 旁 邊 是 空 鋪 應該 是 女 生 的 宿舍 他們 把 空 鋪 整 理 的 非常 清 潔 讓 我 在 那 里 想 說 參與 的 全部 都是 二 十 多 歲 的 女 姓 我 當 時 一 看 聽 想 替 藏 菩薩 為 了 度 眾 生 我 不 入 地 獄 誰 入 地 獄 但 平 僧 不 但是 凡 夫 也是 凡 身 在 這樣 女 性 的 唱 和 里 傳 教 說 道 實 在 不 相 疑 所以 我 簡單 的 講 說 後 連 姓 名 也 沒有 再 問 從 此 就 沒有 再 來 往 了 是我 無 情 呢 還是 我 應該 對 人 間 流 有 一 些 情 意 呢 異 性 胡 言 損 己 也 冒 泛 佛 教 後 來 也 有 不 少 次 都是 精 神 失 常 的 中 年 女 性 給 予 我 一 些 困 擾 例 如 有 一 天 下 午 在 佛 光 山 大 雄 寶 殿 前 忽 然 有 一個 五 六 十 歲 的 女 人 帶 來 兩 位 身 高 不 比 我 矮 的 男 眾 青 年 叫 他們 走 到 我 前 面 跟 他們 說 這是 你們 的 爸爸 趕 快 磕 頭 那 兩 個 男 生 竟 也 真 得 向 我 跪 拜 搞 的 我 一 頭 污 水 我也 不 認 識 他們 他們 做 我 的 兄 弟 都 可以 我 那 時 後 也 才 四 十 歲 做 我 的 兒 女 不要 說 明 份 不 該 就是 年 齡 也 不 相 秤 徒 說 佛 光 山 大 雄 寶 殿 這 女 性 在 外 表 看 起來 非常 正 成 但 實 際 上 大家都 說 她 有 妄 想 症 已 住 在 山 下 禁 年 後 來 並 沒有 對 我 構 成 很 大 的 干 擾 威 邪 只是 不 斷 在 外 面 散 薄 說 她 和 我是 七 氏 的 夫 妻 把 梁 山 薄 住 英 臺 七 氏 英 人 的 寧 間 小 說 拿 到 山 上 來 圖 言 亂 道 對 她 她 不知道 有 損 失 對 我 個人 損 失 是 小 可是 對 佛 教 不 該 這麼 冒 犯 在 台 被 布 門 寺 每 封 我 在 台 上 講 說 佛 法 的 時候 總 有 一 位 非常 有 氣 質 的 中 年 女 性 要 送 一 杯 茶 或者 送 一 朵 花 來 我也 覺得 奇怪 平 常 在 浦 門 寺 裡 也 沒 見 過 這 一個 人 為什麼 想 做 的 時候 都 會 出 見 後 來 聽 說 她 是 一個 中 學 的 博 文 老師 因為 精 神 異 常 有 一 些 不 正 常 的 行 動 要 我 不 必 介 意 但是 有 一 次 我 和 慈 惠 法 師 等 人 在 樓 下 的 電 梯 他 跑 上 前 來 就 幫 我 拉 衣 領 端 正 我 的 衣 服 旁邊 還有 好 多 男 士 不 知 何 處 的 客 人 看到 以 後 想 有 這 馬 一 位 賢 惠 的 女 士 對 我 這麼 照 顧 實 在 叫 我 有 口 也 難 以 說 明 甚 至 於 她 也 寫 有 字 條 流 在 浦 門 寺 叫 人 務 必 拿 給 我 上面 寫 著 我 一定 摘 下 天 上 的 那 朵 雲 在 她 是 如 詩 如 話 的 感 受 在 我 覺得 她 不 該 有 這樣 的 騷 找 恩 怨 情 是 做 修 道 你 增 上 圓 作 一個 出 家 人 尤其 要 在 社 會 從 世 人 間 佛 教 的 宣 揚 每 天 跟 很多 人 來 往 那 時 候 在 台灣 最 怕 有 兩 頂 帽子 給 你 戴 上 了 就 非常 的 嚴重 一 頂 是 紅 色 的 也 就是 有 共 产 黨 的 嫌疑 一 頂 是 黃 色 的 也 就是 現 代 人 所 謂 的 小 二 小 三 這 對 一個 出 家 人 而 言 是 嚴重 的 打擊 尤其 對 一個 新 年 的 出 家 人 是 非 成 不 利 的 行 為 當然 平 僧 也是 人 我也 有 恩 怨 我也 有 愛 稱 只是 有 些 誤 會 都 叫 人 非 常 的 難 堪 早 年 在 佛 光 山 有 一個 坐 電 話 接 現 生 的 十五 六 歲 小 女 孩 我要 要 到 課 堂 會 課 經 常 會 經 過 總 機 行 邊 一 兩 年 來 沒有 跟 她 說 過 一 句 話 但 在 經 過 的 時 後 她 都 起 力 向 我 問 口 我 因為 會 課 時間 衝 促 也 沒有 跟 她 有 預 言 的 接 觸 有一 天 忽 然 在 路 上 碰 到 了 我想 應該 說 一 句 給 她 歡 喜 的 話 不 覺 就 脫 口 而 出 你 很 漂亮 啊 在 我 想 一個 女 孩子 總 歡 喜 人 家 讚 美 她 美 麗 漂亮 沒有 過 幾 分鐘 圖 中 詞 家 法 師 就 來 告訴 我 那個 時候 我是 佛 學 院 的 院 長 她 說 個 女 孩 去 問 她 院 長 說 我 漂亮 是 什麼 意思 此 家 法 師 是 一個 非常 正 直 的 人 也 不 為 她 解 示 就 罵 她 不要 三 八 不要 亂 說 像 這 許 多 三 八 亂 說 我 又 有 什麼 辦法 呢 就 這樣 平 僧 至 今 老 以 人 生 許 多 的 過 往 都 離 開 不 了 過去 的 往 世 情 仇 但 仇 人 我 沒有 或者 別 人 對 我 有 仇 我 對 別 人 也 沒有 仇 因 此 不 敢 說 恩 怨 情 仇 就 改 為 恩 怨 情 事 這 一 切 一 切 就说我的恩怨行是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件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喜禅提升人生滋味星云大师胡周开讲,禅与生活人间社记者又法胡周报道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四月二十日下午,应邀在胡周大剧院畅谈 人产与生活,听众反应热烈。一千三百个席位一票难求。大师义开场集指出,佛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建正中华文化软实力人间社记者王普玉上海报道上海星云文教馆新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四月十八日接牌启用。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慈悲喜舍。 并且展现软实力的人文空间。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以基首天中天。 毫光照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发展目 发展目 这人间设计者王普遇者江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4月20日 因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住时 宁可法师邀请 为白雀山法华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听僧有话要说 15 说僧侣修持的回忆作者 开山星云大师在平僧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 只会办活动 只会见四秒 只会讲经说法 只会写一笔字 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 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但活动见四 讲经说法 不算修行 就是美点点点 MORE APRIL 20ST 2015 听僧有话要说 14 说我是一个垃圾桶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自靠平僧以外 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 现在又想起来 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 所谓垃圾桶的意思 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 接触的万仙群众 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是很少像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和北幽居四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 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星云大师4月16日与立小杰图于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普佛光源美术总部4月16日上午 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 星云大师义腾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4月16日上午 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左依序位长老慈慧慈荣法师会宽如常法师 中又一序位落树刚部长大师会计划 中又一序位落树刚部裁写精英吉里宝宗文图 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博物馆 大爵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平僧静就十年来的岁月 念临生寺的边缘 从鬼门关又走回来 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金窟 还能自我爬起来 知己是奇异 但也不值点点点 平僧有话要说 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 自从红年出家后 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 培养自己的钱 最早的志愿 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侠在郊山时 偶尔客串店做煮饭菜 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要点点点 墨尔 望战地狐狩 守夜 认识佛 管星云大师佛 管人 起佛 光山开山 即活动讯息 对新消息 乔达摩 展 变活动 佛观资讯 经点导览服务项目 参访需之影音 及下载区影音 档案下再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 请点导览服务项 百科全书 看不尽的奥妙 详细介绍 www.fgsbmc.org.tw slash news underscore latest news underscore c dot asp news underscore it equals 201,504,114 佛光山 佛陀地面 管守夜 认识佛 管活动讯息 佛 管资讯影音 及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 最新消息 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 16说我的恩怨 是2015 04 22 作者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 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 例如 记仇 不记恩 记坏 不记好 记债 不记贱 记我 不记人 一个不替人 圣像的人 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 他给人接受 报恩 是富友 人生 说到 给人 接受 青年 人 都想 他 照不到 职业 没有人 重用 他 可是 你会想到 要人家接受你 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 要能让人接受 你必须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谈吐 你要能负责任 你要勤劳 你要终成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 佛教的慈悲喜舍 你一点都不具备 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平僧非常提倡 报恩的人生 在我认为 报恩是富有 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 我也经常说 佛陀讲布施 是叫我们布施给人 并不是叫人家 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 讲的上报四重恩 父母恩众生 恩国家 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 比父母恩更重要的 还有一些 另类的人物 我图众一言法师 在养母年老的时候 静心不育 拜拜 孝顺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 有时候 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 有感恩之情 对于生母 她生下我之后 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 所以 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 生母 养母 其实都有恩情 只是恩情的大小孩是有分别 图说 图说 位于风雨 长廊 得测知 佛陀 情话 图佛陀 至刀 立天 为母说法 外国身 外国身教 温和慈悲 常感念 平僧 感觉到最大的恩人 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 犯不着对一个外孙 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又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 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 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 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 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腾腾的烧饼油条 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 我的童年很少在你家和父母兄弟姐妹 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 经常物业梦会最怀念的人 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流亡是 连名字都没有 连名字都没有 与己不是子 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他从小如宿 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 向夫教子 客情客简 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 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他为人温和 幸好慈悲 可以说他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 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 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 外祖母年老了 不知如何生活 即至我1989年回乡探亲 才知道他以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 回到美国 即刻筹缠造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博明 为外祖母建一座 小型塔木 civilization 多年后 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 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 反而建一个纪念堂 把他的妻子里下秀华牌位终在中间,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 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国民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御学院。 两岸开放后,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岳崖石明镜湖,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元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兴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为了报答师父致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公养祖庭,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金钱不值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将元气法,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要工人织布。 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给。 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都是市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如雪凡院长袁战和陈慧庄介如本苍等老师,甚至同学志永建华初晨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有的畅游香港,有的愿去美国,甚至欧洲,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庙国长老制造法师,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资养我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红法力生。 我对大陆,台湾,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院设立低水方,攻击一贩一面的简石。 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低水之恩,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仍敢念后来有一些人,对我所求不遂,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侍子。 1989年我回乡探亲后,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 我都想要满新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 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 完成学业了。 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性懒惰。 今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你创建的期来死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于基督,或基于思想不同,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 我一介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哪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 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 我也只有觉得,欲亲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也有人对我批评,甚至辱骂,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 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补报它的不足。 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只有情谊。 没有怨恨,只有尊重。 现在,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 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批评毁谤的,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 平僧也是人,虽然出家。 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博明小学校长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先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此心,远离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若要,就如经中所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她儿子的父母。 虽承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 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性贪的夫妇, 也是千方百计的希望我还俗,做他们的女婿。 这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奋斗,才有机会出家。 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虽然只是校学校长。 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众义出到台湾? 待见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 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我以为她们也是有一个讲棚, 供给我想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 她们在一个十公式长条形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 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她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想说, 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 听想, 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但平僧不但是凡夫, 也是凡身。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教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地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意呢? 异姓胡言孙己也冒犯佛。 叫后来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我的儿女, 不要说名分不该, 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徒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泊,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把梁山伯住英台七世英元的宁殿小说,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倒。 对她,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要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她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么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叫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该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 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道, 你增上人做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 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 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 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嗔, 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做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 我要到课堂会课, 经常会经过总机旁边。 一两年来, 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 她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课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她有预言的接触。 有一天, 忽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 应该说一句给她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 你很漂亮啊。 在我想,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 赞美她美丽漂亮。 没有过几分钟, 图咒词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她说, 个女孩去问她院长说, 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此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僧至今老以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世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仇。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秘增上元达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北侧之佛陀形化图。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墓。 佛光星文二零一五、零四。 二二平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情仇。 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 喜禅提升人生姿为星云大师胡周开讲。 禅与生活人间设计者又法。 胡周报导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四月二十日下午, 印交在胡周大剧院唱谈禅与生活。 听众反应热烈。 一千三百个席位一票难求。 大师义开场集指出。 佛点点点。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建正中华文化软实力人间设计者王浦玉上海报导。 上海星云文教馆新云文化教馆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 四月十八日接牌起用。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慈悲喜舍展现软实力的人文空间。 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以激手天中天。 佛光照点点点。 MORE APRIL 21,2015。 胡周白雀法华寺真身殿重建殿基星云大师观音化身谱应世间人图说星云大师与教界长老大德一同为白雀法华寺真身殿的重建动土地。 电击。 人间设计者新橙设人间设计者王浦玉这江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四月二十日因胡周市政府胡周法华寺主持, 宁可法师邀请为白雀山法华点点点。 MORE APRIL 21,2015。 平僧有话要说十五说僧与修持的回忆作者开山清云大师在平僧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只会办活动,只会见四秒,只会讲经说法,只会写一笔字,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但活动见四讲经说法不算修行吗?就是美点点点。 MORE APRIL 20,2015。 平僧有话要说十四说我是一个垃圾桶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自靠平僧以外,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现在又想起来,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所谓垃圾桶的意思,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接触的万仙群众,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世,很少像点点点点。 MORE APRIL 16,2015。 和北幽居寺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星云大师4月16日与立小杰于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普佛光源美术总部4月16日上午。 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星云大师义腾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点。 MORE APRIL 16,2015。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4月16日上午。 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作一序位长老慈慈荣法师会宽如常法师。 中又一序位落树刚部与裁写精英及礼宝宗文。 徒佛光源美术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点点点点。 MORE APRIL 17,2015。 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亭僧受难记图说佛光祖庭大觉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静就十年来的岁月。 面临生死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金窟,还能自我爬起来,知己是奇异,但也不值点点点。 MORE APRIL 16,2015。 听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自从红年出家后,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峡在交山时,偶尔客串点做主饭菜,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调点点点点MORE。 望站地图首页,认识佛,管星云大师佛,管人气佛。 光山开山记活动讯息对星调旗,乔达摩展。 演活动佛观资讯景点导览服务项目参访区之影音集下载区影音档案下载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 请点导览服务项目参观资讯景点导览服务项百科全书看不尽的奥妙详细介绍。 www.fgsbmc.org.tw slash news underscore latest news underscore c dot aspsh news underscore it equals 201,504,114。 佛光山,佛陀地面观寿,也认识佛,管活动讯息佛,管资讯影音集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十六说我的恩怨心是2015,04,22。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记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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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到职业,没有人重用它。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你要懂得谈吐,你要能负责任,你要勤劳,你要忠诚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点都不具备,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但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佛陀仲仲一言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不欲,百般孝顺。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有时候我叫她回去探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孩是有分别。 图说,位于风雨,长廊被侧知佛陀形化图佛陀至刀立天为母说法。 外国身教温和慈悲,长感念平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地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经常物业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寄计不是子。 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她从小如宿,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 向夫教子,克勤克简,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她为人温和,幸好慈悲。 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极致我1989年回乡探亲。 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回到美国,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国名为外祖母舰一座小型塔木纪念。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她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反而建一个纪念堂,把她的妻子里下秀华牌位供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 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国名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御学院。 两岸开放后,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宅十名镜湖,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员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星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为了报答师父是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星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公养圣巨,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金钱物质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讲元启法,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要工人织布。 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给。 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都是是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如雪凡院长元湛和陈慧庄介如本苍等老师,甚至同学致永迁华初晨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有的畅游香港,有的愿去美国,甚至欧洲,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庙国长老制造法师,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资养我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同法力生。 我对大陆台湾,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图众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愿设立滴水坊,攻击一贩一面的简石,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 很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仍敢念后来有一些人,对我所求不遂,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也不能说为数。 没有。像我有一个石子。1989年我回乡探亲后,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我都想要满新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完成学业了。 又要求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性懒惰,几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你创建的期来四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悔坏。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于基督,或基于思想不同,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我一介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那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 这种对我的仇恨谈骂,我也只有觉得,欲亲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也有人对我批评,甚至辱骂,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仍然是感念于心,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补报它的不足,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只有情仪,没有怨恨,只有尊重。 现在,像这许多的怨恨会苦,我也不会太把他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批评毁谤的,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平僧也是人,虽然出家,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国民小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太太,天风百计地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此心,远离我的俗家父母,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那若要,就如经中所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她儿子的父母。 C. 承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姓潘的夫妇,也是千方百计地期望我还俗,做他们的女婿。 可,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我是多少的生奋斗,才有机会出家,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C. 虽然只是校学校长,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众义出到台湾,呆愿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理性会计学校讲过以后,我以为她们也是有一个讲棚,供给我讲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她们在一个十公式长条形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她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讲说,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听想,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但平僧不但是凡夫,也是凡身。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教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地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意呢? 这一信胡言孙己也冒犯佛教后来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我的儿女,不要说名分不该。 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 图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泊。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把梁山博注英台七世英人的明天小说。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道。 对她,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要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她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马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要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 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到你增上人做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 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 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真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做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 我要到课堂会课。 经常会经过总机旁边。 一两年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她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刻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她有预言的接触。 有一天突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 应该说一句给她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 你很漂亮啊。 但我想。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 赞美她美丽漂亮。 没有过几分钟。 图中词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她说。 这女孩去问她院长说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此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生至今老一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世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事。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逆增上缘达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北侧之佛陀情画图。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母。 佛光新闻二零一五零四。 二二平僧有话要说十六说。 我的恩怨情事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事一切是行,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喜禅提升人生姿为星云大师胡周开奖。 禅与生活人间社记者又法胡周报导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四月二十日下午。 应邀在胡周大剧院唱《寒禅与生活》。 听众反映热烈。 一千三百个席位一票难求。 大师亦开唱集指出。 佛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剑正中华文化阮实力人间社记者王普玉上海。 报导。 上海星云文教馆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 四月十八日接牌剑正中华文化阮实力的人文化阮实力的人文化阮实力人文化阮实力人文化阮实力人文化。 法华导。 法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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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身电的重建动土电机。 人间设计者新橙设。 人间设计者王普玉这江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4月20日。 英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驻使应可法师邀请。 为白雀山法华…… More April 21st 2015。 听僧有话要说,十五说僧侣修持的回忆作者开山清云大师在平僧的生命中,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只会办活动,只会见四秒,只会讲经说法,只会写一笔字, 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只会出国旅行。但这些但活动见四讲经说法,不算修行吗?就是美点点点。 平僧有话要说,十四说我是一个垃圾桶,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自靠平僧以外,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现在又想起来,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所谓垃圾桶的意思,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接触的万仙群众,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靠是很少像点点点。 6月16日,2015年 和北幽居寺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星云大师4月16日与立小杰于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图佛光源美术总部4月16日上午。 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 清云大师义腾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点。 4月16日,2015年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会见清云大师徒说4月16日上午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会见。 中左依庆佛老师会慈容法师会宽如常法师。 中右依庆为洛树刚部与财血经英集理宝宗文、图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点点点点。 7月17日,2015年 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 庭僧受难祭图说佛光祖庭大爵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庭僧近就十年来的岁月。 年龄生寺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金窟,还能自我爬起来,知己是奇异,但也不值点点点。 6月16日,2015年 庭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庭僧自从红年出家后,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侠在交山时,偶尔客串店做主饭菜,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调点点点。 更多。 网站地图首页,认识佛馆星云大师佛馆元气佛光山开山记活动讯息最新调旗, 乔达摩展现活动佛馆资讯景点导览服务项目参访区之影音集下载区影音档案下再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景点导览佛教百科悬书看不尽的奥妙详细介绍。 www.http.www.fgsbmc.org.tw.news-latestnews-c.aspchnews-rit equals 201,504,114 博光山,佛陀纪念馆首页,认识佛馆活动讯息佛馆资讯影音集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16说我的恩怨心是2015,04,22,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记债,不记贱,记我,不记人。 一个不替人圣像的人,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 他给人接受报恩是父友人生说道,给人接受。 青年人都想他照不到职业,没有人重用他。 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 他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你要懂得谈吐,你要能负责任,你要勤劳,你要终成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点都不具备。 又怎么能让人接受那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 在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佛陀仲仲依言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不欲,拜拜孝顺。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有时候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 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图说,位于丰与长郎北侧之佛陀情话图佛陀至刀立天为母说法。 外国真教温和慈悲常感念平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地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经常物业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寄计不是子,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他从小如宿,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向夫教子,客情客见,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他为人温和,幸好慈悲。 可以说他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即至我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才知道他已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回到美国,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交给三帝国名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木纪念。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反而建一个纪念堂,把他的妻子里下秀华牌位供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 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国名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御学院。 两岸开放后,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崖十明镜湖,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元战法师之首。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星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为了报答师父是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一星复星祖庭大学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公养慎聚。 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金钱物质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做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讲元气法,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有工人之布。 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给。 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 都是市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 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 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 如雪凡愿掌元战和陈慧庄介如本苍等老师。 甚至同学志永迁华初晨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 有的唱游香港,有的愿去美国,甚至欧洲。 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庙国长老制道法师。 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 资养我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同法力生。 我对大陆台湾。 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 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 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院设立低水方。 供给一半一面的简石。 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低水之恩。 能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 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仍感念后来有一些人。 对我所求不遂。 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 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十字。 一九八九年我回乡探亲后。 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 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 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 完成学业了。 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性懒惰。 今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 你创建的期来死二十年。 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 或者基于嫉妒。 或基于思想不同。 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 我一切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哪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 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 我也只有觉得。 欲青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 多少年来。 也有人对我批评。 甚至辱骂。 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 我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 只想到。 我不知如何能补报它的不足。 让我们之间。 没有对立。 只有情谊。 没有怨恨。 只有尊重。 现在。 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 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批评毁谤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 平僧也是人。 虽然出家。 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国民小学校长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天方百计地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此心。 远离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 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若要。 就如经中所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她儿子的父母。 C. 承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 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敬叹的夫妇。 也是千方百计的期望我还俗。 做他们的女婿。 这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奋斗。 才有机会出家。 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虽然只是校学校长。 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 众议出道台湾。 呆愿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 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我以为他们也是有一个假棚。 供给我讲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 他们在一个十公式长条形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 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他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想说。 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 我当时一看。 听想。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意呢? 这一心胡言。 孙己也冒犯佛。 我叫后来。 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我的儿女。 不要说明分不该。 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图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泊。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把梁山伯住英台七世英人的民间小说。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道。 对她。 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让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他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马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叫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在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 在她。 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到你增上人做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 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恬。 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做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 我要到课堂会课。 我经常会经过总机行边。 一两年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她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课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她有语言的接触。 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应该说一句给她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你很漂亮啊。 但我想,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赞美她美丽漂亮。 没有过几分钟。 没有过几分钟。 图中词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她说。 这女孩去问她院长说。 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此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僧至今老以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事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事。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 逆增上缘达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北侧之佛陀形化图。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母。 佛光清文二零一五零四。 二二平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情事。 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 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望坏处想。 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喜禅提升人生滋味星云大师胡周开讲。 禅与生活人间设计者又法胡周报导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自书法开幕后。 四月二十日下午, 应邀在胡周大剧院唱谈禅与生活。 听众反应热烈。 一千三百个席为一票难求。 大师义开场集指出。 佛编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剑正中华文化阮实力人间设计者王浦玉上海报导。 上海星云文教馆新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 四月十八日接牌剑正中华文化。 四月十八日接牌启用。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词带喜舍战现转实力的人文空间。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以激首篇中篇。 毫光照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湖州白雀法华寺真身殿重建殿基星云大师观音化身谱应世间人图说星云大师与教界长老大德一同为白雀法华寺真身殿的重建动土殿基。 人间设设设计者新成设人间设设计者王普遇者江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四月二十日因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主持应可法师邀请。 为白雀山把华点点点。 平生有话要说十五说僧女休时的回忆作者开山星云大师在平生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只会办活动,只会见四秒,只会讲经说法,只会写一笔字,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办活动见四讲经说法不算修行吗?就是美点点点。 平生有话要说十四说我是一个垃圾红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生自靠平生以外,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现在又想起来,平生也是一个垃圾桶。 所谓垃圾桶的意思,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接触的万仙群众,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世,很少向点点点点。 和北幽居寺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 本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星云大师4月16日与立小杰于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图佛光源美术馆总部4月16日上午。 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星云大师一行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岗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4月16日上午。 大陆文化部落树岗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作一序位长老词会词容法师会宽如常法师。 中又一序位落树岗部与财血经应及礼宝宗文。 徒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岗部长点点点。 more april 17th 2015. 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亭僧受难济图说佛光祖庭大觉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尽有十年来的岁月。 念临生寺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知己是奇异,但也不值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亭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自从红年出家后,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峡在交山时,偶尔客串点做主饭菜,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调点点点点more。 望站地图首页,认识佛,管星云大师佛,管人气佛光山开山祭活动讯息对新消息。 乔与乔达摩展现活动佛观资讯景点导览服务项目。 参访区之影音集下载区影音档案下载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景点导览服务。 叫百科玄书,看不尽的奥妙,详细介绍。 www.fgsbmc.org.tw slash news underscore latest news underscore c dot aspsh news underscore it equals 201,504,114。 佛光山,佛陀祭念馆寿,也认识佛,管活动讯息佛,管资讯影音集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十六说我的恩怨心是2015,04,22。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比如,不替仲,不替恩,不替olve,不替抄,替债,不替稷。 谿我,不替人。 一个不替人盛想的人,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 他给人接受报恩是富友人生说道给人接受。青年人都想他照不到职业。没有人重用他。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残土。你要能负责任。你要勤劳。你要忠诚守法。儒家的忠孝仁义。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点都不具备。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 在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佛陀仲仲依言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不欲。 拜拜,孝顺。 。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有时候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 所以不感觉需要对他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 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图说位于风雨 长廊得测知佛陀形化 图佛陀制刀立天为母说法 外国身教温和慈悲长感念平僧 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他有许多的儿孙 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 慢慢成长的 他经常带我外出 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 他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 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 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地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 出家以后 经常物业梦回最怀念的人 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 连名字都没有 日记不是子 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他从小如宿 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枣 向夫教子 克勤克简 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 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他为人温和 幸好慈悲 可以说他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 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 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即至我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 才知道他以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 回到美国 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国 我名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木 纪念 多年后 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 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 反而建一个纪念堂 把他的妻子里下绣滑台 为封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 我一看 当时忍不住回头 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国明的这种行为 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吧 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律学院 两岸开放后 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 岳崖石明镜湖 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源 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兴祖庭报答师长 教育恩为了报答师父是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公养圣具 也不知道多少 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 金钱不值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 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 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西侠山清静之师长 做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向元启法 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 要工人之布 我们的日用 需要商人公体 可以说 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 都是是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 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 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 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 如雪凡院长袁战和陈慧庄介如本苍等老师 甚至同学志永建华出城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 有的唱游香港 有的愿去美国 甚至欧洲 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 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庙伯长老制造法师 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 滋养过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红法力生 我对大陆台湾 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 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途中 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愿设立滴水方 供给一半一面的简石 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 用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 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 仍感念 后来有一些人对我所求不遂 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 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十字 1989年我回乡探亲后 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 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 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 完成学业了 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气懒惰 几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 你创建的期来四二十年 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 或者基于基督 或基于思想不同 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 我一介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 那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吧 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 我也只有觉得 欲青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 也有人对我批评 甚至辱骂 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 只想到 我不知如何能补报他的不足 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 只有情谊 没有怨恨 只有尊重 现在 像这许多的怨增会苦 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批评毁谤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 平僧也是人 虽然出家 对于爱恨也 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 博明小学校长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先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 一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此心 远离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 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若要 就如经中所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她儿子的父母 虽承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 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姓潘的夫妇 也是千方百计的希望我还俗 做他们的女婿 这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奋斗 才有机会出家 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虽然日是校学校长 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 众义出到台湾 待见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 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我以为她们也是有一个讲棚 攻击我讲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 她们在一个十公式长条形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 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她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想说 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 听想 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但平生不但是凡夫 也是凡身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教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流有一些情意呢 和异姓胡言孙己也冒犯佛教后来 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 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摆 告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我的儿女 不要说名分不该 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图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博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把梁山博著英台七世英人的民间小说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道 对她 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讲座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让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她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马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叫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到你 增上人做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 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新年的出家人 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 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称 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坐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 我要到课堂会课 经常会经过总机行边 一两年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 他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刻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他有预言的接触 有一天突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应该说一句给他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 你很漂亮啊 但我想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 赞美她美丽漂亮 没有过几分钟 图宙词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她说 这女孩去问她院长说 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此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僧至今老一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事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事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 逆增上缘达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 北侧之佛陀 情话图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 和旧母 佛光新闻 201504 22平僧有话要说 16说我的恩怨情事 作者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喜禅提升人生姿为星云大师胡周开讲禅与生活人间设计者又法胡周报导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4月20日下午 应邀在胡周大剧院唱谈谈与生活 听众反映热烈 1300个席位一票难求 大师一开场集指出 佛编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剑正中华文化软实力人间设计者王普玉上海报导上海星云文教馆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4月18日接牌起用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书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慈悲喜舍展现软实力的人文空间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以基守天中天 佛光照点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佛光照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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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设计者新橙设人间设计者王普遇者江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4月20日 因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住时 宁可法师邀请 为白雀山法华 乔僧有话要说 十五说僧女修持的回忆作者 开山星云大师在乔僧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 只会办活动 只会见四秒 只会讲经说法 只会写一笔字 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 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办活动见四 讲经说法 不算修行吗 就是美点点点 听僧有话要说 14说我是一个垃圾桶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平僧自靠平僧以外 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 现在又想起来 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 所谓垃圾桶的意思 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 接触的万仙群众 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是很少像点点点 6月16日 2015 和北幽居寺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 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星云大师4月16日 与立小杰于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图佛光源美术馆总部4月16日上午 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 星云大师一行 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 6月16日 2015日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 4月16日上午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作一序为长老词会词容法师会宽如长法师 中又一序为落树刚部与财血经英吉利宝宗文 图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点点点 7月17日 2015日 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亭僧受难济图说佛光祖庭大爵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静就十年来的岁月 念林生寺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 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 知己知其意但也不值点点点 7月16日 2015日 亭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自从红年出家后 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 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侠在交山时 偶尔客串点做主饭菜 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调点点点 墨尔 望战地图首页 认识佛馆星云大师佛馆人 起佛光山开山 即活动讯息最新消息 乔达摩展 也活动佛馆资讯景点 导览服务项目 参访须知影音集下载曲影音 档案下再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景点 导览佛教百科全书 看不尽的奥妙 详细介绍 http colon slash slash www.fgsbnc.org.tw slash news underscore latest news underscore c dot asps news underscore it equals 201,504,114 佛光山,佛陀纪念管寿,也认识佛,管活动讯息佛,管资讯颖,应及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十六说我的恩怨心是二零一五零四二二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件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记债,不记解。 替我,不替人,一个不替人设想的人,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 给人接受报恩是父友人称说道,给人接受。 青年人都想他造不到职业。 没有人重用他。 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 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 他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谈吐。 你要能负责任。 你要勤劳。 你要忠诚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 佛教的慈悲喜舍。 你一点都不具备。 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和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 但我认为, 报恩是富有, 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 我也经常说, 佛陀讲不诗, 是叫我们不诗给人, 并不是叫人家不诗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 比父母恩更重要的, 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佛陀仲仲依言法师, 在养母年老的时候, 敬心不欲, 拜拜笑顺。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 有时候, 我叫她回去探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 对于生母, 她生下我之后, 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 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 生母养母, 其实都有恩情, 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图说, 位于风雨, 长廊被侧知佛陀形化图佛陀至刀立天为母说法。 外婆身教温和慈悲常感念平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 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 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 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 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 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 我的童年很少在地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 经常物业梦回最怀念的人, 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 连名字都没有, 与己不是子, 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她从小如宿, 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 向夫教子, 客情客简, 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 瓦房, 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她为人温和, 幸好慈悲, 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过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 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 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极致我1989年回乡探亲, 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 回到美国, 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博明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木纪念。 多年后, 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她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 反而建了一个纪念堂, 把她的妻子里下秀华牌位攻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 我一看, 当时忍不住回头, 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博明的这种行为, 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御学院。 两岸开放后, 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崖十名镜湖, 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元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兴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 为了报答师父是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工养圣具, 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 金钱不值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 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图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 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讲远启法, 我们施散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 有工人之布。 我们的日用, 需要商人公体。 可以说, 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 都是事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 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 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 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 如雪凡院长袁站和陈慧庄介如板仓等老师, 甚至同学志永建华出城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 有的唱游香港, 有的愿去美国, 甚至欧洲, 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 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庙国长老制道法师, 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 滋养我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同法力生。 我对大陆台湾, 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 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 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愿设立一水方, 攻击一贩一面的简石, 让平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 能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 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仍感念后来有一些人, 对我所求不遂, 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 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十字, 一九八九年我回乡探亲后, 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 我都想要满新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 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 完成学业了, 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气懒惰, 几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 你创建的七来四二十年, 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 或者基于基督, 或基于思想不同, 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 我一介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 那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 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 我也只有觉得, 欲清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 多少年来, 也有人对我批评, 甚至辱骂, 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 只想到, 我不知如何能复报他的不足, 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 只有情谊, 没有怨恨, 只有尊重。 现在, 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 我也不会太把他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提提毁谤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平僧也是人, 虽然出家, 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博明小学校长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千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此心, 远离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 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若要, 就如经中所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他儿子的父母。 非承蒙他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 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性贪的夫妇, 也是千方百计的期望我还俗, 做他们的女婿。 个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奋斗, 才有机会出家, 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虽然只是小学校长, 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众义出到台湾, 待见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 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 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我以为他们也是有一个讲堂, 供给我讲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 他们在一个时工市长条平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 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他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讲说, 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 听想, 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但平生不但是凡夫, 也是凡身。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教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流有一些情意呢? 那义姓胡言孙己也冒犯佛教后来, 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过的儿女, 不要说名分不该, 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图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泊,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把梁山伯住英台七世英人的民间小说,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倒, 对她, 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让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他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么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叫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 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道, 你增上原作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 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 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称, 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做电话接线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 我要到课堂会课, 经常会经过总机旁边, 一两年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 她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课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她有语言的接触, 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应该说一句给她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你很漂亮啊, 在我想,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 赞美她美丽漂亮, 没有过几分钟, 托仲慈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她说, 个女孩去问她院长说, 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慈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生至今老一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事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事,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逆增上缘达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北侧之佛陀形跨图,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母。 佛光新闻二零一五零四, 二二平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情事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喜禅提升人生资为星云大师胡周开讲, 禅与生活人间社记者又法胡周报道,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4月20日下午云大师在胡周大剧院唱谈谈谈与生活, 听众反应热烈, 一千三百个席位一票难求, 大师亦开场集指出, 佛编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建正中华文化软实力人间社记者王浦 与上海报道上海星云文化教馆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4月18日接牌起用,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慈悲喜舍展现软实力的人文空间,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以基守天中天, 佛光照点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胡周白雀法华寺真身殿重建殿基星云大师观音化身谱应世间人图说星云大师与教界长老大德, 一同为白雀法华寺真身殿的重建洞土殿基, 人间社记者新层社人间社记者王浦与浙江湖州报道,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4月20日, 英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主持, 并可法师邀请为白雀山法华编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平僧有话要说, 15说僧女休持的回忆作者开山星云大师在平僧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 只会办活动, 只会见四秒, 只会讲经说法, 只会写一笔字, 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 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但活动见四讲经说法, 不算修行吗? 就是美点点点, More April 20th 2015, 平僧有话要说, 14说我是一个垃圾哄,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自靠平僧以外, 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 现在又想起来, 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 所谓垃圾桶的意思, 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 接触的万仙寻众, 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是很少像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和北幽居寺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 国家文物局局长立小杰图说, 星云大师4月16日与立小杰于北京大中寺, 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福佛光源美术馆总部4月16日上午, 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 星云大师一行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寺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4月16日上午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座一序为长老辞会慈容法师会宽如长法师, 中座一序为乐树刚部与财血经应及礼宝宗文, 徒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点点点点, More April 17th 2015, 亭僧有话要说十三说亭僧受难济图说佛光祖庭大觉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静就十年来的岁月, 念临生寺的边缘, 从鬼门关又走回来, 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 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冰窟, 还能自我爬起来, 知己是奇异, 但也不值点点点 More April 16th 2015, 亭僧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亭僧, 自从红年出家后, 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姻缘培养自己的前途, 最早的志愿, 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峡在交山时, 偶尔客串点做煮饭菜, 大家都交口称赞, 听僧感到自己对要点点点more, 望战地狐狩授业, 认识佛馆星云大师佛馆人气佛光山开山记活动讯息最新消息, 乔达摩展现活动佛馆资讯经点导览服务项目参访区之影音即下载区影音档案下载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经点导览服务教百科全书看不尽的奥妙详细介绍, www.fgsbmc.org.tw slash news underscore latest news underscore c dot asp news underscore it equals 201,504,114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寿寿也认识佛馆活动讯息佛馆资讯影音即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清是2015,04,22,22,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记债,不记贱,不记贱,记我,不记人, 一个不记贱,不记贱,设向的人,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给人接受 有报恩是富友人生说道,给人接受。青年人都想他,照不到职业。没有人重用他。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残土,你要能负责任,你要勤劳,你要终成守法。儒家的忠孝仁义,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点都不具备。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和平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在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佛陀仲仲仁义言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不欲,拜拜孝顺。 但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有时候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恩,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徒说,位于与丰与长廊被侧之佛陀情话。徒佛陀至刀立天为母说法。 外婆身教,温和慈悲,常感念平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你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经常物业梦会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 寄计不是子,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她从小如宿,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 向夫教子,克勤克简,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她为人温和,幸好慈悲。 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 即至我1989年回乡探亲,才知道她以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 回到美国,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国名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木庭面。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她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 反而建一个纪念堂。 把她的妻子里下秀华牌围供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围立在旁边。 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国名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御学院。 两岸开放后,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崖十名镜湖,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元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复兴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 为了报答师父致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工养圣巨。 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金钱物质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 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将元戚法。 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要工人之布。 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给。 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 都是市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 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 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 如雪凡、院长元战和陈慧、庄介如本苍等老师。 甚至同学志永建华初晨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 有的唱游香港,有的愿去美国,甚至欧洲。 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向庄国长老制造法师。 以及台湾不止万千的信者, 资养过的法身会命。 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同法力声。 我对大陆台湾,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 不知如何报答。 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为我在他们注持的分别愿设立低水方。 供给一半一面的简石。 让平丰也能可以感受到低水之恩。 能有权以报的意义。 施恩会给我的人。 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 像七侠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大骂。 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 都值得我感念。 面对辱骂内心无恨仍感念后来有一些人 对我所求不遂。 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 也不能说为数没有。 像我有一个石子。 1989年我回乡探亲后。 你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 我都想要满新年的愿望。 好不容易让他去了。 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 完成学业了。 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 但是他生气懒惰。 今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 后来他跟我说。 你创建的七来四二十年。 我可以二天就让他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 或者基于基督, 或基于思想不同。 这倒也罢了。 对于家人亲有这种无理的所求。 我一介平僧。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 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 那有什么能力? 我不能拿三宝佛们的钱来帮助他们吧。 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 我也只有觉得。 欲青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也有人对我批评。 甚至辱骂,种种的吹毛羞丝。 我,仍然是感念于心。 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 只想到。 我不知如何能补报它的不足。 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 只有情仪。 没有怨恨。 只有尊重。 现在,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 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 要造谣声是要批评毁谤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 也算平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数。 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拒绝情爱天下男女为父母。 平僧也是人。 虽然出家。 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 记得我在做博明小学校长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太太, 先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一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 我能可以割爱此心, 远离我的俗家父母。 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 又让别人做父母呢? 若要, 就如经中所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需要天下的父母。 不需要一个 关心我爱我做她儿子的父母。 C. 承蒙她们对我重重的关怀后爱, 也只有辜负她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敬叹的夫妇, 也是千方百计的希望我还俗, 做她们的女婿。 可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 我是多少的生奋斗, 才有机会出家, 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 虽然只是校学校长, 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 重义出到台湾? 待见人生杂志的编辑, 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 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 因此有一位工程的女性员工, 邀请我到她们的地方去说法。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红法重要, 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 我以为她们也是有一个讲棚, 供给我想说。 哪里知道? 我去的时候, 她们在一个十公尺长条形的房间里。 旁边是空铺, 应该是女生的宿舍。 她们把空铺整理得非常清洁。 让我在那里想说, 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 听想, 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但平僧不但是凡夫, 也是凡身。 在这样女性的唱和里传叫说道, 实在不相宜。 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 连姓名也没有再问,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 是我无情呢? 还是我应该对人间流有一些情意呢? 无人随即也冒犯佛教后来, 也有不少次, 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 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 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 叫他们走到我前面。 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 赶快磕头。 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 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 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 做我的儿女, 不要说名分不该, 就是年龄也不相称。 徒说佛光山大雄宝殿。 这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实际上, 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 已住在山下几年。 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 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泊, 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 把梁山博注英台七世英人的民间小说, 拿到山上来胡言乱倒。 对她,她不知道有损失, 对我个人损失是小。 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部门寺, 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 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 或者送一朵花来。 我也觉得奇怪, 平常在浦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 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博文老师。 因为精神异常, 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 让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 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的电梯, 她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 端正我的衣服。 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 看到以后, 想有这马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 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 甚至于, 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浦门寺。 要人务必拿给我。 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 在她, 是如诗如画的感受。 在我, 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恩怨情是做修道, 你增上人做一个出家人。 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 每天跟很多人来往, 那时候在台湾, 最怕有两顶帽子。 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 一顶是红色的。 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 一顶是黄色的。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 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 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 是非常不利的行为。 当然, 平僧也是人, 我也有恩怨, 我也有爱, 嗔, 只是有些误会, 都叫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 有一个做电话接现生的十五六岁小女, 还。 我要到课堂会课, 经常会经过总机行边。 一两年来, 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但在经过的时候, 他都起立向我问好, 我因为会课时间匆促, 也没有跟他有预言的接触。 有一天, 忽然在路上碰到了。 我想, 应该说一句给他欢喜的话。 不觉就脱口而出, 你很漂亮啊。 在我想, 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 赞美她美丽漂亮。 没有过几分钟, 徒仲慈家法师就来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 她说, 个女孩去问她院长说, 我漂亮是什么意思? 此家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也不为她解释, 就骂她不要三八, 不要乱说。 像这许多三八乱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 平生至今老以人生许多的过往, 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世情仇。 但仇人我没有, 或者别人对我有仇。 我对别人也没有仇。 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 就改为恩怨情事。 这一切一切, 就如佛陀说的, 都当作是我们修道上的 逆增上缘的图说, 位于风雨长廊被测知佛陀情画图。 佛陀教导墓间连如何救母。 佛光清文二零一五、零四。 二二平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情事。 作者佛光山开山清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鬼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切是行,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喜禅提升人生姿为星云大师胡周开讲。禅与生活人间社记者又法。 胡周报道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在结束胡周博物馆一笔字书法开幕后。 四月二十日下午。 应邀在胡周大剧院唱谈禅与生活。 听众反应热烈。 一千三百个席位一票难求。 大师亦开场集指出。 佛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上海星云文教馆接牌剑正中华文化软实利人间社记者王浦玉上海报道。 上海星云文教馆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 四月十八日接牌启用。 让上海多了一处学习慈悲喜舍展现软实利的人文空间。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以及首天中天。 佛光照点点点点。 More April 21st 2015. 佛光台点软实利人间社记者信等事前观看起来遗述。 王普遇着江湖州报导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4月20日 因湖州市政府湖州法华寺住时 宁可法师邀请 为白雀山法华 点点点 听僧有话要说 15说僧侣修持的回忆作者 开山星云大师在平僧的生命中 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 只会办活动 只会见四秒 只会讲经说法 只会写一笔字 只会接待高官显赫人士 只会出国旅行 但这些但活动见四 讲经说法 不算修行 就是每点点点 平僧有话要说 14说我是一个垃圾 垃圾桶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自靠平僧以外 自己也觉得是一个云水僧 不过 现在又想起来 平僧也是一个垃圾桶 所谓垃圾桶的意思 就是在我的一生当中 接触的万仙群众 尤其是信徒和出家弟子 靠世很少像点点点 MOREABRIL 16TH 2015 和北幽居四佛首捐赠星云大师会面 国家文物局局长力小杰图说星云大师四月十六日与力小杰图说星云大师四月十六日与力小杰于北京大中四部中博物馆会面 文普佛光源美术总部四月十六日上午 在结束娱乐部长的会见后 星云大师一行随即前往北京大中四部中博物馆与文化部副部长 同时也是点点点 MOREABRIL 16TH 2015 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会见星云大师徒说四月十六日上午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会见 中所依序为长老慈慧慈容法师会宽如常法师 中有一序为落树刚部裁写精英及礼宝宗文图佛光源美术馆总部中国大陆文化部落树刚部长点点点点 MOREABRIL 17TH 2015 平生有话要说十三说平生受难济图说佛光祖庭大爵寺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生近就十年来的岁月 念灵生死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去说 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知己知其意但也不值点点点MOREABRIL 16TH 2015 平生有话要说十二说我怎样走上国际的道路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生自从弘年出家后 自觉没有什么好的因缘培养培养自己的前途最早的志愿只想在佛门里做一名饭头僧 因为在西峡在江山时偶尔客串点做主饭菜大家都交口称赞 平生感到自己对掉点点点MOREABRIL 16TH 2015 那么展现活动佛观资讯经点导览服务项目参访区之影音集下载区影音档案下载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 请点导览服务项目参订阅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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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4 odr 订阅 订阅 214 佛光山 佛陀纪念 管寿 也认识 佛 管活动讯息 佛 管资讯 影音集下载区联络我们加入粉丝团 最新消息选择新闻分类 听僧有话要说 十六说我的恩怨心是二零一五零四二二 作者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平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 很注重二个问题 一个是往好处想 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 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 凡是一件事情 他都不往好处想 欢喜往坏处想 例如记仇 不记恩记坏 不记好记债 不记谢 记我 不记人 一个不替人设想的人 又怎么能和云云众生去相处呢 给人接受 报恩是富友人生说道给人接受 青年人都想他造不到职业 没有人重用他 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 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 他要能让人接受 你必须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残土 你要能负责任 你要勤劳 你要忠诚守法 儒家的忠孝仁义 佛教的慈悲喜舍 你一点都不具备 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平僧非常提倡 报恩的人生 但我认为 报恩是富有 望人家给予是贫穷 所以 我也经常说 佛陀讲布施 是叫我们布施给人 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 四重恩 父母恩众生 恩国家 恩三保恩 其实这当中 比父母恩更重要的 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 我图众一言法师 在养母年老的时候 敬心不欲 拜拜 孝顺 在生母离她住时的寺院不远 有时候我叫她回去盼望生母 她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 对于生母 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 因为没有感情 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效仰的义务 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 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图说 位于风雨 长廊被侧知佛陀情话 图佛陀制刀立天 为母说法 外国身教温和慈悲 常感念平僧 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 她有许多的儿孙 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 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 慢慢成长的 她经常带我外出 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 早晨 她把原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 拿到市场卖了以后 带回来热恒恒的烧饼油条 就叫我起床用早餐 所以 我的童年很少在地家和父母兄弟姐妹 共同生活 反而和我的外祖母 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 经常午夜梦回最怀念的人 应该就是外祖母了 外祖母刘王氏 连名字都没有 寄计不是子 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 她从小如宿 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嫂 相夫教子 克勤克简 持家立业 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画房 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 她为人温和 幸好慈悲 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 不能回去大陆 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 但更担忧的是 外祖母年老了 不知如何生活 极致我1989年回乡探亲 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 大恩无从报答 回到美国 即刻筹错了两千美元 交给三帝博明 为外祖母舰 一座小型塔木信念 多年后 等到我第二次回乡 她没有遵照我的托付 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 反而建一个纪念堂 把她的妻子里下绣华牌 为终在中间 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 为立在旁边 我一看 当时忍不住 回头立刻扶秀而去 至今对于三帝博明的这种行为 耿耿于怀不能谅解 这也是平僧的恩怨分明法 对于平僧参学的母院西侠律学院 两岸开放后 我为西侠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 岳崖十名静湖 甚至山门 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凡和尚源 战法师之手 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 有报答了梅 以复兴祖庭报答师长教育恩 为了报答师父是开上人的恩情 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厥寺 成蒙海内外信徒公养圣具 也不知道多少 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 不过 金钱不值 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 最主要的 是在心灵的深处 要感受到 再多的金钱 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 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徒说大师于七峡山清静之师长 坐二位置开上人 佛教教圆起法 我们吃饭 要农夫种田 我们穿衣 有工人之步 我们的日用 需要商人公体 可以说 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 都是是农工商所有大众师与我的恩惠 不然 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1989年回乡探亲后 对于四五十年前 打我骂我的老师 有的虽然高零七八十岁了 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 如雪凡 愿上袁战和陈慧庄介如本 苍等老师 甚至同学至永县华初晨等 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 有的唱油香港 有的愿去美国 甚至欧洲 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 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 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 像尿博掌老师 靠佛学十四讲讲迹 十四讲讲迹目次 靠佛学十四讲讲迹目次 静空法师讲迹 静空法师讲迹 秋书真记录 佛学十四讲讲迹 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证 目次 前言一 第一讲先明佛义武 第二讲研究佛学须先略知别相似酒 第三讲消除几种误会 八七 第四讲人生当前之所受111 第五讲人生三计之绝密125 第六讲宇宙有情概况145 第七讲宇宙气界概说163 第八讲内容设施梗概185 第九讲方便武圣解脱207 第十讲武戒十善223 第十一讲四第十二因缘237 第十二讲六度万行253 第十三讲行门中夷特别洁境277 第十四讲无人应有之警觉297 警号十四讲表讲记 前言 十四讲表是李炳南老师特别为大专学身边的 把整个佛法做一个轮廓 简单的介绍给同学 好像是说明书一样 佛法的说明书 十四讲表共有十四个单元 具有完整的体系 前面七个单元是属于一般常识 后面七个单元是佛学 第一讲说明 佛 这个字的定义 换句话说 就是认识佛教 我们要想学佛 佛是什么 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 才不至于误会 才不至于迷信 第二讲是讲研究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应用在佛法上 乃至于可以应用在世间许许多多的学术方面 第三讲是破除一些障碍 这里面略举五个例子 这五种都是学佛的障碍 在近代 诸位学佛可以说这些障碍都没有了 在当年 学生们学佛都怕人家说他迷信 所以学佛都偷偷的学 现在不会了 现在也有很多老师学佛 学佛变成很时髦 不像以前障碍多 第四讲与第五讲是讲人生观 第六讲与第七讲是讲宇宙观 这四讲是非常重要的科目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主要就是要解决人生宇宙的问题 人生宇宙的探讨 就好像大夫治病一样 先要诊断病原 我们的毛病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 知道自己有病 这才去对治 治病先的找一个好大夫 十四讲表前半步是发现病 后半步就等于治病 第八讲就是佛教的内容 等于介绍医生 第九讲到第十三讲是讲解脱的方法 好比是用药治病 这里面第九讲是属于总论 向下四讲是别论 别论里第十、十一、十二讲 这是普通的法门 我们讲通途法门 是八万四千法门的纲领 第十三讲提出一个特别法门 那就是净土法门 这个法门实实在在是特别的 到这个地方都是讲佛法 如何解决人生宇宙的问题 如何达到佛法修学的目标 第十四讲是结论 劝勉我们要以最高度的警觉心来修学 所以这个课程有很精密的体系 前后的顺序一脉相成 有层次、有条理 在思想上来说 在文章上来说 都是属于第一流的 这是把十四讲表整个的内容结构 给诸位说出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它不是宗教 也不是学术 佛教本身称宗教是指 宗门、教下、宗是宗门 旧是禅宗、教是教下 十个宗派 除禅宗之外 其余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 如果拿佛教当作宗教看待 一开头就迷 这一迷就迷到底 麻烦就大 不但佛教真实的利益 你得不到 甚至于佛教所有经典 你都会错解 现在有很多外道注解 金刚经、心经 简直是胡说八道 那是宗教 那不是佛法 现在的佛法 在全世界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是纯正的佛法 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保存着 第二种是宗教的佛法 佛法变成宗教 在全世界相当普遍 那是迷信 第三种是学术的佛法 把佛法当作世间学问来研究 在日本特别多 走学术道路 这一变把佛法变作世间法 都不是佛法的本来面目 我们今天要找的 是找佛教的本来面目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佛法是以破弥开悟为宗旨 以离苦得乐为归去结果 带用 我们也可以说破弥开悟是佛法的大学问 离苦得乐是佛法真实的果报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希望离苦得乐 所以佛法追求的是快乐 如果学佛的人一天到晚愁没苦脸 这佛法谁要学他 十四讲表的内容 主要就是说明佛法的宗旨与果用 所以这个小册子可以说是学佛的指南 是学佛的基础 古人说 读书如果不能够像自家身心上做功夫 虽然是读尽天下之书也没益处 把书里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 变成生活就是享受 不能变成生活那就变成书呆子 带来是苦不适乐 所以在佛门里面 古圣先贤教诫我们 文法最要紧的是 消归自信 修行最要紧的是 转时诚挚 这两句是最好的修学态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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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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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